請各位就位 我們開始開會 市長 護市長 秘副長 各位媒體記者 仙真小姐 女士 本會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由第十組質詢 由卵昭雄議員 嚴正冠議員 洪建議議員 謝維州議員 時間160分鐘 市長請 請開始 好 謝謝主席 市長辛苦了 最近總質詢 市長我看昨天大概比較大的新聞 還是圍繞在台北市長選舉的話題上面 尤其昨天您也拔鎖了周宇修專員來擔任市政的顧問 我覺得是一招好奇 尤其他未來要負責跟府會的聯繫 對於這走立啦 這東剛啦 至少跟本黨是有很密切的聯繫 我在於肯定啦 就選戰的層面來講 這也是高招耶 人家說你要戰勝對方 要認識對方 當然這裡面有本黨的人士 我們也認為這個過程對你選上絕對有加分 我們就平心而論啦 不過就是說 大爾會談論到他們有沒有黨紀問題 其實本黨很清楚 本黨只要他不要去幫柯文哲助選 縱使他在你的市府裡面 我相信就沒有所謂的黨紀的問題 我相信包括陳副次長 包括藍局長都是如此 所以這幾個你不會叫他去輔選吧 那我就叫他們專心做好市政就好了 專心做好市政嘛 那很好 因為他本來就是你市府的團隊 做好市政幫台北市民 這是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你未來的競選總部 什麼時候會成立 我跟你說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想過 還沒去想 但是你應該會有競選總部 應該會有競選團隊吧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也有可能會贏得到 現在各個主要候選人 包括姚文志 包括丁守中 包括柯文哲市長您在內 我相信都傷一個很大的腦筋 就是競選總部的人士啦 中幹事要找什麼人 你在裡面有名字嗎 其實有在想 但是好像也想不出來 應該也沒有認識幾個人 你有沒有認識幾個人 我認識的現在都在中央當官 沒辦法 中央當官 這個名單好像服之欲出的感覺 那有沒有考慮從市府轉任 當任服選的幹部 有想過這些事情嗎 好像也不必耶 就市府在工作你就繼續工作就好了 我看這個蔡壁如主任 長期都跟著您 也對了解您 他有沒有可能去當競選總幹事 他沒有那個能力 沒有那個能力 不可能就對了 那市府有沒有其他人 有可能去當你的競選團隊的幹部 有可能嗎 現在看來看去好像沒有適當的人 最近我看很多的政論節目 也很多人代表市府去上 這個討論性節目 包括這個林昆豐 他應該是專員還是副發言人 他現在是專員 專員 林英小齊他是副發言人 他們兩個有沒有可轉任 當你的競選幹部 不曉得耶 因為現在競選總部還沒成立 所以都還等到這個 真的要是競選總部再來處理 我都連總幹事都沒找到 有總幹事 通常這種事應該是由總幹事來發落的 這個部分齁 我要提醒市長 因為我據我所知齁 現在你也在跟相關的參選議員的人選 有所互動 甚至我有聽說 你也幫市府系統 有意要參與議員的 已經有合照過了 是不是有這回事 市府裡面要去選議員的 對 你廣義的市府團隊 包括醫院院區的 包括附屬單位的 有嗎 有有有有 有一個 你開始幫他們拍照合照 幫他輔選 沒有 輔選是沒有 你把那些人輔選 那不是輔選 拍照有 拍照有 市長我要提醒你 這個部分絕對是灰色地帶 現在大家都會齁 質疑你 會不會用你的行政資源 競選輔選之時 不會啦 還沒有 你要在這邊慎重的承諾 我要讓幾幾點 你的目前市府的團隊裡面的官員 有沒有在轉任成競選總部的成員 你現在是不是已經開始 幫你市府有意要參選議員的人 開始進行輔選的工作 目前在市府團隊裡面是沒有人要去選議員 這種事情應該是等到找到有選舉總幹事 有選舉總幹事再去統一去統籌處理 所以市長我今天要來提醒 這個是個很嚴肅的課題 如果一旦被大家發現 你用行政資源 其實齁 你說不設競選總部 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怎麼說呢 那表示你就是要把市政府當作是你的競選總部 但你可以原一個很大的話說 沒有啦 我的總情形做得好 我的市政是我的最好的這個政策跟輔選 不要說這個啦 未來齁 未來我說啦 你出去的市府的秘書要出去嗎 要帶出去啊 要不要負責媒體的聯絡 要負責媒體聯絡啊 結果你去的是一個議員候選的上次 那到底是市政的行程還是輔選行程 市長 你用了市府的資源啊 因為那些人 那些秘書 那些司機 那些隨扶 隨扶不要說啦 因為好說你不能派隨扶啊 我說那你就會用到市府的資源啊 市長 所以你沒有競選辦公室 還是沒有競選的團隊或總部 也是不太可能的啦 不一定啦 試試看 我也在想 一直在想說看要怎麼弄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部份 我很嚴肅的提醒市長 絕對不能讓你的行政資源 濫用進行普選之時 我們贏就贏進行動動 這樣有信心嗎 這樣做就可以嗎 其實我們 我還在想說是不是 就照這樣市政這樣跑跑跑跑到最後一個月 請一下這個我們民政局藍局長 好 我延續一下剛剛 軟兆熊議員的話題喔 因為我們要求市府一定要嚴守行政中立 那藍局長其實是我們本黨的同志喔 那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其實民政局是天下第一局 那你如何遵守不要跨越這個界線 因為民政局大大小小的活動 一直到里長地方所有的活動 他其實都是跟地方做非常緊密的一個結合 那藍局長你選擇留在市府裡面 我們也都支持你跟鼓勵你喔 希望你在位的時候把民政局的業務給做好 但是因為接下來是選舉的期間 也非常的敏感 局長你覺得你要怎麼謹守這個奮計 我想這個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意涵 我們要求文官要嚴守總理 但我是政務官 一定要為政策辯護 好 那未來萬一遇到在接近選舉期間 地方所有里長的活動 或者是包括地方的政策 你要怎麼樣讓這些政策 不要跟選舉能夠畫上等號 或者是不跟選舉掛鉤 我相信局長你在這邊可能沒有辦法回答太多的問題 但是我相信你自己心中會有一把尺 我們也要求你要謹守行政中立這件事情 會的 好不好 好 那請回 好 那我接下來請問一下市長喔 市長你是獅子對不對 獅子座 對 好 所以如果你常講 你說如果獅子要吃掉你的時候 不管你是站著坐著趴著跪著求饒 你都會怎麼樣 獅子都會怎麼樣 如果獅子要吃掉你的時候 好 你講比較精確嘛 因為我不是獅子座的 你常講說如果獅子要吃掉你的時候 不論你是坐著趴著躺著求饒還是什麼 你再講一次好不好 意思是說不管你是什麼姿勢都會把你吃掉 不管什麼姿勢都還是會把你吃掉是不是 好 所以市長就試試做 那我再請教你一下齁 市長你怎麼看你自己的歷史定位 雖然你從這沒有很長的時間 你怎麼看你自己的歷史定位 因為我還活很久 所以還沒有辦法定位 你可以有一個願景 你覺得呢 願景喔 你希望未來你的歷史定位是什麼 那就是 它會是台灣人 一個勇氣的象徵 勇氣的象徵啊 你覺得 你代表的是一個勇氣的象徵 所以外來如果有柯文哲的銅像的時候 你覺得上面應該寫什麼 你覺得呢 就是像你剛剛講的 這個是代表勇氣的象徵 是不是 因為這個還 應該是這樣啦 這個人家說蓋棺才能夠論定 我這個還 沒有啦 剛剛你自己講的嘛 那是從你嘴巴裡面講出來啦 你覺得你期許自己是成為勇氣的象徵 所以如果有柯文哲的銅像的話 你覺得上面寫著代表著是勇氣的象徵 這樣你有滿意嗎 那這個其實這樣啦 人生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這個還 我們心中有答案 但是我們會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所以我說剛剛那句話你有沒有滿意嗎 就是代表勇氣的象徵 不過老實講 你覺得滿不滿意嗎 不過現在 我相信以後的歷史要有同向也不太容易 因為我們走向一個解除 一個民主 好你不用講那麼多嘛 我是說如果有的話 或者是你自己的歷史定位 你覺得如果是一個勇氣的象徵 這樣你滿不滿意 滿意啦齁 其實我覺得你是滿意的 好 那接下來我再請問你一下 這個市長 其實在外面已經傳得沸沸揚揚了齁 包括不管是誰放出來的話 已經傳得沸沸揚揚了 包括柯文哲在每個選區要提兩位議員 新北市每區各區都要提名 然後全台服選 這個部分就是剛剛 呃 軟議員有問過的 有沒有這回事 你贊不贊成 不過到現在為止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提名 你的人出來參與這一次的選戰 不過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任何行動 都還是 沒有任何行動 可是有沒有人在做準備 而且你是知道的 沒有 沒有 據我所知是沒有 有沒有 到現在為止是沒有 到目前都沒有 好 那如果選舉的時候 呃 未來 如果是 國民黨的議員找你站台 你會去嗎 通常是這樣 如果是 現任的議員 我想不分黨籍 他說叫我去 基於這種叫行政的禮貌或倫理 我們去應該是會去的 好 所以就算是 國民黨的議員找你 你也是會去 現任的 現任的議員會去 他如果不是現任的 就要想一下 因為這個就比較沒有理由 那我再請問一下 市長你說 柯文哲就算沒有建設性 但絕對會有旋風式的破壞力 那你贊不贊成這一句話 沒有啦 其實 其實 一般來講都是 你覺得呢 你有沒有旋風式的破壞力 你回答我啊 用麥克風回答我 就是這樣啦 不是這樣啦 那個核子彈沒有爆發 它還是一個誘而已 不一定 不一定燒得起來 不一定燒得起來 所以你覺得 你不見得 有旋風式的破壞力是不是 這到底有沒有 這死也運也命也 那到底 你覺得你現在沒有了是不是 還不曉得 現在還不知道 其實很難預測 很難預測 很難預測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市長 市長 市長其實你應該很清楚 如果民進黨的生態裡面 包括藍師聰局長 還有我們的黃向群議員 還有你的周渝修顧問 其實他們都是蘇貞昌院長 其實全力栽培 非常優秀的人才 但是為什麼市長 你說如果你跨過淡水河 去救蘇貞昌還有機會 現在沒救了 市長 我今天要講的剛剛那些話 是我希望你身為台北市 首善之都的市長 不要白天是白色的力量 但是晚上卻一人分事兩腳 你白天是白色的力量 但是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你可以用專訪的方式 但是不要用放話的方式 因為身為台北市的市長 你的格局要大 所以我們不想要看到的是 台北市長自己一個人 一人分事兩腳 把一些奇怪的訊息 還傳遞給媒體 好不好 好 市長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PowerPoint 市長 這些人你都還記得吧 記得 市長 這是2014年 市長 你的這個競選團隊 那當然 有很多原因 現在 這些人其實也都離開了 那 市長 之前 你的slogan是什麼 4年前 改變台灣 從首度開始 改變台北 從文化開始 4年前 市長 我們算是合作的關係 所以當時 我們也是支持你的 所以那時候有蠻多我們的前輩 政治前輩 其實加入你的團隊 可是市長 如今我們民進黨 自己提出自己的候選人 市長 你是否能夠承諾 就是說 分手 我們不會口出二言 這做得到嗎 可以啦 我現在目前也沒有那個計畫 因為之前 因為之前 市長有一些 你的不管是局長也好 或什麼 離開你的團隊 那時候市長有時候 你講的一些話 其實對於這些人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 不厚道的啦 就是 畢竟曾經合作過 那還是有一點 情分在 不應該就是說 人家竟然已經走了 所以我是希望說 就是說 這一次的選舉 希望就是 一個良性的競爭 希望市長 能夠 謹守你的承諾 市長你說你做得到 可以 好 謝謝 時間暫停 市長 市長 正是開始選舉了 對不對 你個人會不會 公器私用 沒有啦 這個也不叫公器私用 我還是很整 就是每天把市政這樣 一直弄 會不會公器私用 不會啦 還是有一定的 我們還是有一定的標準 市政府裡面的 在你下班後 所屬的地方 算不算你的公器 譬如說 你的會議室 你的辦公室 算不算你下班後 市政府員工下班後 算你的公器 不過還是有些朋友 會來聊天 還是很多 有些朋友 是一大堆朋友 還是特定朋友 有時候都有 是你邀的 還是他們來拜託 都有啊 都有 那這個禮拜一 當天晚上 禮拜一 有沒有邀很多的醫生來 吃披薩 喔 那個只有 醫生 裡面醫生好像只有兩個 喔 有沒有邀一群朋友來 有有有 有嘛 阿聊了什麼 沒有啦 就聊一些 一些市政問題 聊了一些市政問題 這些人是市政的問題 需要聊嗎 他們是對象是台北市政府官員嗎 還是說他們是相關的政治領域的人 沒有啦 很多都是朋友啦 有的還是台大的同事 所以你是下班後來接待你的朋友 來宣導一些你的政治理念 對不對 那就是 還是去告訴他們一些台北市政府 在你為就任之前藏屋納購的事情 都有啦 都有 那你認為算不算這工具適用 還好啦 這個 其實我們只是借個場地再講話 台北市政府下班以後可以借場地 這也不是借場地 可是你今天你跟他們講台北市政府的舉債 台北市的任何的一些政策或過去藏屋納購等等的 你所有的事情全部被公佈在FB上面啊 包括你連吃披薩我都知道啊 那你這個不叫公器適用 什麼叫做公器適用 我覺得大家齁 沒辦法做別人不要拍人小胸 不過我覺得 如果說你常常是標榜自己 行政中立 那我覺得你這件事情要不要避免一下 好啦 因為有時候常常會 晚上也不懶得出去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來 市長啊 算不算公器適用 包括台北市的各個縣市 台北市舉債 台北市還債多少錢 每個月省了幾 每年省了幾億的預算 利息等等 這些你都談 可是你的對照 並不是我們市政人員 你的對照 邀請來的也不是相關政治人員 你只是在宣導你自己本身的一個政策理念 甚至於你的政策執行啊 我覺得你這樣行政不公立耶 不中立耶 還好啦 因為是這樣 我也沒有出去 來就帶一些朋友 是你約的還是他們自己來的 有人約來 應該是我以前在台大的學生約的 那你想想看啊 你說醫生只有一位兩位啊 沒有 還有台大醫院副院長 喔 你剛才跟我說醫生一兩位啊 兩個 還有學生 沒有啊 主要是一些台大的一些同事 同學生 市長 我對你做事情的標準 我也是希望一件事 不能說一件做一件 你參加 行政不中立 又加上 你公氣輸雍 又加上 你今天對象不是一些 我們市政的對象 是你的好朋友 你吃pizza 我就不知道pizza是不是你給你開錢的 沒有啦 他們自己帶來的 喔他們自己帶來的 你保證這個pizza 不是一些 是你自己叫來請他們吃的 好像不是 市長 我沒有派他 我是希望你行政中立 會啦 會啦 做得到嗎 會啦 其實這個也還好 人家不可以再拍那邊 帶朋友去市政府裡面說下班 我找地方 你在宣導你自己的施政能力 施政方向 包括所有的東西 可以嗎 可以啦 但是還是 我常常下半時間很多朋友來拜訪 我是覺得這樣算老氣 漏氣 還好啦 這個這個 你覺得社會觀感算什麼 下班時間很多朋友來拜訪 我也不想出去應酬 就乾脆說 你們就來個辦公室找我就好 還是很多啦 其實過去來 我們可以去找你嗎 可以啊 你們也常常來找我啊 那個第一準備師也常常來啊 市長 沒必要這樣 就是那一間 我告訴你 最好 最好事情 比較清楚 比較光明磊落 不要用這種方式 外界對你的觀感也不見得是好 而且他還大蠟蠟上面寫了什麼 一團合氣 一團合氣這四個字 你知道在哪裡嗎 一團合氣是那個第一準備事 對啊 就是你常常去那一間 就是你教我們便當會的地方啊 對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地方 你朋友這樣寫出來 對你也不是加分 這是我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 好 好 市長 所以就如同我剛才建議你的齁 你那個意思就說孫子了 因為你現在已經是孫子了 他說那一票要投給你啊 那不是服選是什麼 好像市政府變成你的競選總部啊 沒有啦 下班時間找來辦公室聊天 避免論人口實力不好說嘛 省了一點小錢 市長 吹市府的冷氣 用市府的燈光電費這樣 也不用省這樣程度吧 這個就是行政資源耶 市長 你可能不要算過年齡 你不知道啦 所以我們很嚴肅的告訴你 要談選舉 離開市政府 不要把市政府當作你的競選總部 這樣好嗎 好 OK 市長 最近看民調 看民調齁 年輕族群 年輕朋友 對你的支持度非常的高 有些民調高到嚇死我們了 有些到七八成 好像全部的年輕朋友 只認識你一樣 不認識其他候選人班的 我請教市長 你是不是曾經說過一句話 年輕人的薪水 應該要到四五萬塊 那其實我是反對低薪 因為低薪跟低費率 低費率 那個低利率低薪資是 會造成那種熱血薪 那如果你認為現在年輕人最少的薪水 要應該多少以上 那要看他的工作狀況 所以我最近在我們的 什麼要做低薪 什麼要高薪 總是有一個標準 你反對低薪 而且你也不否認 你有講過年輕朋友 應該有四五萬塊以上的薪水 最重要多少 不過主要是看他的工作的時數 就是一般上班族啊 一個小時 一天八個小時 一週就是五天 不一定 這看努力的程度 看那個耗心耗力的程度 市長你知道你的市府裡面 有一些員工 他可能是臨時約聘僱等等的 他一個月的薪水給他兩萬幾個而已 你認為他的高薪還是低薪 我們目前喔 那個約聘僱是改用點數 意思是說我們是核點數給他 所以那個局數他可以 那個薪資高一點 人少一點 也可以薪資低一點 人數多一點 你知道嗎 你是政府裡面 有的 有 這一定有的 所以啊 你們是反對低薪嗎 但是你市府裡面的員工 竟然有零兩萬多塊 兩萬多塊不是低薪嗎 沒有錯 叫你們去自打嘴巴嗎 目前喔 目前我們那個 那個約聘僱是核定點數 然後授權各局處 可以有一個行政採量權 你這樣就是讓更多的年輕朋友 這些工作者 他會變成怎麼樣 我歷史工作不夠薪水 我晚上做來倒 一天可能要做好幾樣的工作啊 才能符合他的需求 跟他這個基本上的生活需求 市長 基本上這個策略 就是希望那個每個局數 他可以用那個比較熟練的 市長你告訴我 你認為這樣領兩萬多塊合不合理啦 這個當然是可以改進 不過也要看他的工作內容 那就是低薪 市長我不要說 那就是低薪 工作內容 我不像現在來市政府工作 是兩個小時幾個小時嗎 不可能嘛 對阿 看他的工作內容 這還是有錯 你講別人之前 請把自己鬍子刮乾淨 你講別人低薪 你市長那裡有低薪的啦 市長有待會兒要做檢討 好不好 這個齁 我們這個策略會繼續執行 就是我們給每個局數都是合給點數 但是你是要人數少 薪資高還是人數多薪資低 授權各局數的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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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說一下就這樣簡單 如果你說人數多 時數少 就逼他一定要去堅持好幾任工作 幾份工作之後 他哪能追求他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啊 市長 因為這樣啦 因為局數他就會認為說 他用比較熟練的那個 然後會給他合點數高一點 所以用這個方法慢慢讓那個薪資打高 好啦市長我要求 給我們一份這些蘇冰的資料 目前我們在這個部分的人事結構 薪資結構到底是怎麼樣 好不好 好 另外齁 市長你知道有一個 給做搶救雄戰大聯盟 是那個 搶救金牌雄戰 對啊 欸 為什麼要搶救金牌雄戰 他是怎麼了 他是呼吸困難 還是要裝葉克膜 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要搶救金牌雄戰 他只是拿去洗一洗而已 怎麼拿去洗一洗 海洋雄戰沒有洗喔 對因為他現在 報告委員現在金牌雄戰 他正在維修跟清潔 那我們預計在夏季的活動時候 以及相關市長週年的時候 金牌雄戰會再出來跟大家見面 我們正是基同鴨獎 我相信市長局長都瞭解 我們要講 指的是什麼 他還在 一隻好好的金牌雄戰 他本來就應該連結 我們對世大域的歷史記憶 然後成為我們台北市 最具有號召力的吉祥物 好市一樁 頭看我們要想什麼 說我來多一個海洋雄戰 我聽說海洋雄戰還是你那些 一群年輕的幹部 建議你應該做這個東西的 所謂何來啊 多花那幾百萬 浪費錢 名指名高耶 跟院報告我想 這個討論其實從去年 我們就在觀察局裡面 就有內部在討論 那因為為了要增加雄戰的一個 識別度跟保護力 所以才有一個這樣子的想法 那確實在最近雄戰 其實他也很積極努力 在參加各項活動 也希望獲得大家的支持 這個很奇怪啦 明明就有一個金牌雄戰 還多一個海洋雄戰 我不知道 那腦袋裡面撞的是什麼東西 不過那個 市長 你是不是被瞞騙了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很多人告訴你說 金牌雄戰 沒辦法去取得智慧財產權 顯然現在不是啊 他取得啦 沒有他沒有完整的 那完整就好啦 有那麼困難嗎 就是 還是有一個沒有請到 市長我要講一個核心問題 你剛才提到的 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 文化是什麼 文化是每個人日常生活當中 所累積起來的 我們的歷史記憶 我們的傳統的想法等等的 這些都叫文化 市長 金牌雄戰顯然成為我們台北 是一個象徵 他就是我們台北文化之一耶 你知道嗎 就像我們看到101想要台北 看到什麼東西想要台北一樣 就如同我過去以來也跟你建議說 我們要推動柳公俊的復甦 我相信你很努力在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為什麼 柳公俊全台全世界只有台北市有柳公俊 那是我們的歷史記憶 縱使很模糊的 但是他反而走過必留下痕跡 那個預算都有了 我知道 我就類比這個東西 金牌雄戰 就跟這個相關有連結的 這個跟我後續要講的題目 是有關係的 市長 我要講的是從一個小東西 看得出來 您對文化的保存的議題 其實我覺得你沒有抓到核心 這個東西就是文化 你知道嗎 可不就承諾我們 未來所要台北市出去的 就是金牌雄戰 他還在 他還在 我知道啊 其實我跟你講 他會出來 海洋雄戰何其無辜啊 根本就沒有他的事情 他也不應該誕生 他在幹嘛 他告訴我們他是要幹嘛 很多居住都有吉祥物啊 那我之前也跟您討論過了 那麼多吉祥物 到底不是其中一個 那某一個人 某一個吉祥物 他就代表台北市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吉祥 我們現在是把他集中 黃我金牌雄戰啊 可以嗎 謝謝議員 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介紹非常多 關心的朋友 還有議員這邊的建議 那我們回去 現在其實已經很認真在評估了 那再跟議員做回報 真的 一點都不用評估 這個東西 根本就在議會上答應的 為什麼好評估的 我已經告訴你 人家都已經成立搶救金牌雄戰大聯盟了 臉書上大家 連署點贊的人數何其多啊 欸 市長 那是你的東西 他也幫你製造了很多政治高峰 你的政績啊 你就這樣子捨棄他了 不應該吧 金牌雄戰 就應該成為台北市最重要的吉祥物 市長這樣可以嗎 這個還是給他們的官傳局去處理 因為金牌雄戰還在了 只是要怎麼用 我也不曉得 其實這種細節 我跟你講 海洋雄戰怎麼用 我才不知道 金牌雄戰怎麼用 怎麼會不知道 各項活動 市府活動 他就代言人啊 怎麼用 海洋雄戰我才不清楚 他要用他 對不對 你要介紹怎麼介紹他 大家好 他是海洋雄戰 那也可以隨便啊 我知道水處有水滴子啊 什麼很多局處 那個動物園有更多吉祥物 其實跟議員報告有 沒有意義啦 海洋跟金牌是 民眾跟朋友把他冠上這個 史丹對我們來講 他都是雄戰 兩個就是不一樣嘛 對不對 好 另外齁 我請教市長 在之前 我請教過您齁 這個 雙城論壇會不會再辦 唉 我跟你說 辦事要辦 只是時間地點內容都還沒去跟他講 時間點會在選舉之後嗎 不要去影響力 你會選舉 我跟你講喔 問題是人家也不敢來怎麼辦 所以有可能辦的時間是在選舉之後 大概找個機會來 中國可能也不想影響你的選舉 會不會這樣想 不是啦 他們也覺得麻煩 所以有可能選舉後 選舉後 應該就是選舉後 對不對 我們會跟他談 找個時間跟他們談一談 什麼時間會談這個事情 他們應該 你會後面開始沒有影響力了 對啦 因為對我們來講 這個不是first priority 所以一直拖著拖著 因為我們很難保證人家的安全 所以這個也是很難弄 你覺得他來會有危險就對了 不是啊 因為像上一次中國好聲音事件 就把他們嚇倒了 市長 你又說要辦 不知道要怎麼辦 現在說怕人家安全 你現在不能保證人家安全 那你為什麼要辦 你就不要辦啊 所以這個就變成要討論 所以你要辦不辦 要辦 辦是要辦 辦應該要辦 那時間地點內容 所以你覺得會辦 但是可能選舉後 就選去奧班 不要去英雄的 你就選去 不是啊 這個 我覺得應該找個機會去 派人去跟他們談談看 還沒正式去談 另外一個 後來我還知道 其實你也是 雖然制度上 雖然從台灣大學借掉過來 對不對 對 制度上 對 如果在連任當然就繼續在市長 啊 沒有連任的 回台大 應該會先回台大 這個 聽說林青龍副市長 你也是借掉了嗎 借掉了 你的任期到什麼時候 借掉的時間到什麼時候 應該是這個任期完 到什麼時候 隨時都可以回去啊 我說借掉的時間 最後的期限是什麼時候 就是12月吧 12月 是 精確一點耶 是12月25號 之前 12月25號 之後 那不一樣喔 市長說告這個任期耶 他有任期 因為我也有任期 還是要規見 對啦 我來問你 你告當時嘛 你自己知道吧 這是你的權利啊 你怎麼會不知道 對我的權利是隨時可以回去啊 隨時可以回去喔 是 市長 我要告訴你喔 我每個會期都看到這個啦 新任首長 簡歷名冊 我已經苦口婆 先跟你講好多次 人事的委定非常重要啊 當然啦 這林青龍副市長 有他的專業 他的 他的部分也是學校任期 到了 他可能要回去 這個不得不來 不會啦 他 但是林青龍副市長 你有沒有可能提早就走 不會啦 其實你跟我們綠營關係 非常好耶 我不知道你有入黨嗎 我沒有加入任何政黨 我說你無黨嘛 但是就我們所知 我們過去 都有很多的接觸嘛 好啦 這個也不為難你啦 我不會讓你提醒 給你提醒 你的人事的穩定 是非常重要 沒問題啦 沒問題啦 另外喔 我們看一行 剛才說的這個金牌最讚 其實誘發了 我對一些議題的想像 我在2006年 現場林前院長 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是他的文宣部主任兼發言人 所以我很清楚他的政策 當然是有幾項東西很清楚 第一項 就是他認為要恢復柳公俊 這個是當時 其實他講的是新生大牌 那不太一樣 新生大牌 另外一個 就是簽松山機場 但他有前提 他是說 這個機場接運完成啊 等等的這個通書 完成之後 但他有一項喔 是我到現在 我覺得 應該要繼續來做的 就是我認為要爭取大型的賽事 我們看看 這一次2017年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市長 你覺得成功嗎 太好了 這也是你人人上口 最要起飛 辦完市大運 市長 你的民調 是達到最高峰的時候 對不對 差不多 差不多 這些科學的數據 你辦完市大運 你就是 達到你一個很好的民調的領點 所以市大運也幫你不少 但是我們不講那麼狹隘選舉的事情 辦一個大型的賽事 我相信 對於 整個市政的推動 城市的躍升 都有很大的幫助 很大的幫助 我在看公司 我們幫 謝陽廷前院長 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拍的一支影片 這支影片 我到現在 我覺得還是仍然可行的 謝謝 讓全國凝聚共識 大步向前 2020奧運在台北 好 現在結果 2020奧運在那邊 在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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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影片當中 也陳述了很多 他對於未來 城市的想像 他可以引進多少 運動產業的產值 可以讓多少人 來台北市觀光 這部分是很具體的 所謂的 體育產業所製造出來 觀光產業所製造出來的 一個產值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2020年的奧運 落在東京 當宣布奧運 在東京的時候 你看東京的人 當時他的喜悅 成功的拿了下來 在現場拉票的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他是非常興奮 而且呢 一戰的向各國來保證 他說 福島核電廠的事故 是絕對不會影響奧運 而這個消息 傳回了東京 也是為之瘋狂的慶祝 甚至還有人 奇蹟而起 這刻等了56年 東京以60票對上36票 擊敗伊斯坦堡 即1964年之後 再度爭取到奧運主辦權 現場的日本代表 相當的興奮 有人激動落淚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幾乎是從位子上跳了起來 而在日本國內更有成千上萬的民眾 徹夜等待結果 在知道由東京勝出時 除了大喊萬歲之外 有人表示 終於洗刷了上一次 爭取2016年奧運主辦權 失敗的遲入 前回是很殘忍的結果 很可憐 就連在電視台攝影棚內 受訪的體壇來賓 也忍不住失淚 東京街頭一大早 則是有報紙發出號外 而且酒吧 你看了這個新聞報道之後 你有沒有意識的感動 還好 還好 哇 你也鐵石心腸 我每次看 每次想掉淚 那個就是鄰居整個日本 整個東京市民大家的心啊 那心嘛 你知道嗎 市長 要爭取一個大型賽事 我相信是不容易的 昨天不簡單 我記得當時高雄爭取到 2009年世界運動會 那其中 謝長林院長跟我講了很多秘辛 他說怎麼去突破中國的阻擾 然後怎麼去爭取這樣一個賽事 然後 甚至當時的行政院長 我記得應該是游行公院長 他寫了一封信 給這個首委會 跟他們講說 我們會請全國之力 來爭取來主辦這樣一個賽事 結果你看現在高雄留下了很多 大家覺得很不錯的硬體跟軟體 他現在高雄有巨蛋 做得很好 他做很多 當時捷運也是因為這樣子 希望能夠趕快加快他的進度等等 市長 我要說 一個大型賽事 他所帶來 整個都市的躍身願景 是不得了的 我也曾經給你報告 在倫敦奧運 奧運 其實對我來看 他們就是 他們的一個過程 跟一個願景的描述 重點是在於 東倫敦的都市更新 一長 你如果說要去都更 要去公宅 我們現在創重大的 就是世大運在林口那塊 如果今天你要求是一個大型賽事 在爭取的時候 整個市民就有一個共同的願景 大家努力 然後透過很多的方式 我們有特別的預算 特別的工作人員 加速都市的提升 市長 我聽說 歐運 縱使我們覺得有點遙遠 亞運可以嗎 當時你跟我講說 我們的基礎建設 我們什麼都不太夠 所以不用想這個 想都不要想 市長 你知道今年的亞洲運動會 就是亞運 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亞加達 亞加達 印尼亞加達 好 你認為印尼亞加達會比台北好嗎 不會 對啊 難道把亞運 台北市為什麼不行 市長 我要說的是說 我們對台北市的想像 難道你只是要落入 大家對你的描述 只會猜公車重用道 只會猜中校橋的營道 只會猜猜猜猜而已嗎 難道都沒有任何建樹 或是帶給台北市民更大的願景嗎 我相信 你也告訴我 我一定會有一些東西 讓台北市民 覺得說 我柯文哲 有做事情 就如同 剛才 延伸官也所提到的 如果一個柯文哲的同向的時候 你希望下面寫的是什麼 當時他爭取到奧運 爭取到亞運 甚至有更多的市政建設 在這個地方可以落實 我們現在去數 陳水扁前市長 馬英九前市長 還有郝龍斌前市長 甚至我們連黃大洲前市長 他的市政建設 我們現在可以數出來 是如數家珍 大家朗朗上口 縱使我們跟他 正式立場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去那裡 我對台北市 還是有一點貢獻 市長 這部和我台北講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最近 網路上面 有個懶人包 誰說 柯文哲沒做的事情 我整理出來給你看 我跟你講 今天時間有限 下次我再跟您討教 李永恆裡面很多的政策 其實從馬英九市長 跟郝龍斌市長 就開始推動了 不是你一個人做的 所以你要留下什麼 讓台北市民懷念 就如同你在四大運的時候 你也非常肯定 郝龍斌前市長 爭取到四大運 這樣一個偉大的事情 市長 我和我們部門 跟你媽媽講 很多網路上 你最像是網路網友 很多網路上 有批評你的啊 我覺得那些批評來講 其實都是非常的如實 而且也不是過分的事情 所以齁 因為時間有限 但我最後要跟您說明是說 最好認知 你可能也沒有人 一年期待 我們都沒有做個準 我也沒有認為說 你也沒有當選的機會 一定也有當選的機會啦 但後面到底要針對台北市政 我們有什麼願景跟想像 這個我想 你應該要非常的嚴肅去看待 你認為我們台北市 來爭取亞運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嗎 我來解釋過 人家雅加達在辦 你也承認 雅加達沒有比台北強啊 我們辦過四大運的呢 要申請 要申請當然是可以申請 要不要申請 你要大大大跟我們講說 我宣布 我柯文哲 要爭取 應該是2030年對不對 2030年的亞運在台北 你沒有要做的 台中林家隆市長 蠢蠢欲動了耶 他 主辦一個 東亞青的運動會之後 他準備大展身手 要去爭取亞運了耶 我們首都耶 國家首都耶 市長 你不知道 說 一句話說 我覺得可以申請 那事情不是這樣處理的啦 你申請的過程要準備很多 你要把我們的硬體軟體 我們開始遊說 要很多國際外交 我是台灣樓宿總會前任的理事長 我們現任理事長齁 蔡昆龍前議員 最近做到什麼事情 將我們在國際樓宿的會籍 從去恢復了 我們今天可以參加亞警賽跟亞運會 這可是不得了的成就啊 市長 每一個人做他的決定 然後從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可以幫台灣台美做很多的事情 我是很期待 市長 你就大大大全報公 我靠文哲要爭取亞運 不然我告訴你 人家有要進出 有可能後一人 如果不是你 別的市長也要進出 這才大格局嘛 市長 你去試試看 好 時間暫停 市長 首先第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呃 呂秀蓮昨天發表的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法 我想那個 那個也不是他自己出來講的 所以不算數 還不算數 假設啦齁 你擔不擔心他吸走你一些深綠的票 我倒覺得這個是這樣 假設性題目 我也覺得這種東西 假設性當然本來就可以假設啊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啊 不要浪費時間 常常是 你認為我在質詢你浪費我的時間 你這樣不尊重喔 不是 我說不要去想那個 假設性題目 等它發生 再反應都還來得及 你才去想想 我覺得應該是等他晚上出來講 所以你不care他 不是啦 應該等他晚上出來講以後 才比較明朗 那個有時候爛傳的 到底是不是他寫的都 也沒有人知道 好 那如果你這樣子回答 代表我個人認為說 他對你來講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 這也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好 其實民主進步黨裡面 有很多人現在在你的市政府裡面工作 那我個人認為啦 雖然是沒有辦法合作了 但也不要派民窮窮 回歸市政 但我也必須要講 不管任何人在你的市政府團隊裡面工作 針對市政以外 我只能提醒在座所有有一些 是民主進步黨來你來你市政府協助你工作的 幫忙市政的這些人 當你們要走的時候 沒有任何人攔得住你們 當你們要留下的時候 我也希望你們專心於市政 我針對我民主進步黨裡面的好朋友 前輩也好 好朋友也好 同儕也好 同黨同志也好 我再呼籲一次 當您要離開的時候 沒有任何人可以攔到你 也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離開 當你決定留下來為市政打拼 為台北市民做事情的時候 我希望你好好的做事 不要參與任何政治上 選舉上的一些作為 好 市長 我幾個問題幫你教教一下 第一個問題 我首先代表永春都更岸 所有延宕十幾年的住戶 謝謝你 你對都更開啟了一條光明之路 但是現在的危老歸危老 都更歸都更 其實都更很多地方都至愛難行 我也很謝謝你 之前因為永春都更岸 你建立了一套所謂的協調的SOP 這是你對台北市政府 留下來的一個很好的政策 但是我在這邊希望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連任 我也不知道後續的政治狀況是怎麼樣 但我希望在你這一屆的任內 你可不可以很明確的 訂定一套都更條例最後面的SOP協調方案 目前這個協調方案是 就是對那個施辦都更在用的 反正他就是兩次私下協調 兩次公開協調 錄音錄影 那最後給評審委員會做決定 所以 你可不可以 我現在是要求你很明確 在一定的時間內 把這個定案定出來 讓未來哪怕你沒有連任 或者是你不想連任 或者是你不想選舉的全體之下 把這一套SOP留給台北市 願意參與都更的人來做 我想喔 這個我們本來就有SOP啦 但是應該要把它 我也在交代那個法務局就是說 這個把它做起來以後 不管誰當市長都可以確定 這就是我要的 常常在講 黃大洲留下台北是什麼 讓人家可以津津樂道 馬英九留下什麼 陳水扁留下什麼 郝龍斌留下什麼 而你柯文哲可以留下什麼 你可不可以說說看 可以讓市民 認為你的政策非常好的 一件事情 或是一個政策 這很逗的 其實 你也說一下我聽說 很多時候你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沒有啦 這個是每個人的政治理念不一樣 我還是主張政治要落實 市長 你真的不要那麼油條 我問你的問題你就直接回答我 如果說關於這個都更方案 我本來就有交代那個法務局 要開始把我們一些東西變成制度化 這個我想可以把它列為 方定安你先回去 時間佔你 我們把這件事情 列為一個重要的東西 最初在幾個月內把它變成法制化 林靖隆副市長 我倫敬號柯文哲的智商很高 都更他說真的他也想了解幫忙 可是他都更是狀況外 其實真正的幕後推手應該是都更的部分是你 我現在只是要求一件事情 在我總質詢 我也不知道我會不會連任 我也不知道你會不會連任 但是我們為台北市民留下什麼東西 是你跟我的應該做的事情 多久的時間把這一套SOP制度化 辦法化 讓未來都更假設是剩最後的三趴兩趴 可以依據這個程序開始啟動作為 給我個時間 半年內可以嗎 半年內 那麼也正在 我應該這麼講 永春都根要是沒有洪建議的話 也不會能夠推得動 這是一定要給你 當然很多的議員都幫忙 那第二個 我們半年內 因為目前中央也依據我們永春都根 我不管中央 三十六條之一是賦予給地方政府 我現在只是要告訴你 你告訴我多久時間可以把SOP定出來 半年不可能 我不能接受 那我們來再縮短 三個月 市長 因為市長對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視 三個月 我希望三個月後 就是一個 辦法化 法制化 規定化 讓台北市的都根 針對少數的丁子戶 慢無要求的丁子戶 可以有一個方式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公辦都根實施辦法為藍本 那目前也中央非常的重視 也因為我們目前在斯文以及永春都根等 已經在中央修法了 那其實那個版本幾乎就是 照我們目前做的 市長所交代的兩公兩私的方法 以及一定的配比 我們整理一下三個月 您副市長 我只希望趕快法制化 制度化 好不好 謝謝你請回 OK 市長 我剛才講過陳水扁當市長的時候 唯一讓民眾感受非常非常深 到現在還津津樂道 你知道是什麼事嗎 他們說是把那個櫃台降低 把高級的公務人員的櫃台降低了 到了 戶政地政公家機關是有茶水可以喝 有椅子可以坐 不用等他們看完報紙喝完茶 上完廁所才來辦 對不對 到現在還進去 那你告訴我 你有什麼市政是讓大家津津樂道 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 你告訴我 你現在是跟全台北市民說 我倒覺得 常常這種小的東西 那反而對 對整個人民的生活影響更大 林理交通改善計畫 他是一個很 看起來很細微 但是他其實 對整個都市 所以你還是講不出來 對整個都市 產生很大的感覺 我再問一次 我再追問一次 你可不可以具體說明 哪個 政策不管大於小 讓民眾可以津津樂道 我倒覺得 我們不需要去讓民眾做一件事 這也是我一直要打破的 就是說 政治不應當是亮點政治 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我很明顯的跟你問 你不是說不出來 你就直接了當講 我講不出來 不是 這就是我要 我要推翻的一種政治 你推翻是你政治的想法 我現在只告訴你市民的感受 你難道不了解市民的感受 難道你不用尊重市民的感受嗎 但是我只能告訴你 所有人在罵你的事情是什麼事 你講不出大家對你的包養 可是你可不可以講出 人家罵你的事有哪些事情 一個是大雞蛋還沒搞定 另外 重陽進老金 我覺得我還是做的是對的 我覺得那個 在學術界沒有趕出來說我不對 市長 你重陽進老金做的是對的 所以你到現在還認為說 你做的方向是對的 那我可不可以請問一個問題 來看一下第一章 我們大湖裡的里長 他講了 他一年跟你領了20萬的 營養午餐的補助費用 他花了18萬 可是呢 只有30個人受惠 一個人平均受惠6千塊 一餐才40塊 我不知道他的新聞上面這樣子講 那換個角度 你後來又提高了給他了 24萬 受惠的民眾五六十個人 第一點喔 那個一餐才40塊 所以怎麼可能說一個人一個一個一個 會吃掉6千塊 我不知道啦 這個是他們的數據啦 那我問你 這個部分你認為 不應該恢復嗎 對不對 這個喔 這是這樣啦 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哪一個學術界的 人士來說這個是不對 沒有 所以這個是這樣 這個純粹是政治上取巧的方法 那我可不可以請問你 那對於台北市民是不是公平對待 平等對待 我們那個中低收入有話 喔 那中低收入有發 發什麼 這個重陽敬老金有發 這個重陽敬老金有發 只針對中低收入 中低收入有 中低收入 名稱是什麼 你說跟中低收入部的這個 他是不是禁老重量今天 對 是不是也叫做禁老今天 對 一樣是每年9月9號要發的 對就每年會 一千五百塊 會發一次 對 是不是 那原住民也算嗎 原住民是另外的預算 原住民是另外原民會有編預算的 那為什麼原住民你還要繼續發一千五百塊 從你說要終止一千五百塊開始 到現在一千五百塊你還在發 你從來沒有間接停過 市長啊 台北市民有需要這樣不平等的對待嗎 原住民他們他們是比較特別 他們是用文化祭典的理由去處理的 為什麼你要改個名稱給他們繼續發錢 而我們一般的市民不能改個名稱給發錢 這我比較納悶啊 你原住民改的叫做什麼 樂活基金 台北原住民長者樂活禮金發放要點 市長 市長 我不是叫你停他們 只是你厚恥薄筆啊 原住民喔 包括你說像那個幼稚園 他們有什麼理由 不是你現在跟我講近老重陽年金跟幼稚園有什麼關係 原住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優先 有優先條件 可是為什麼你要換個名目給他繼續發了四年 一樣是一千五百塊條件都一樣 而我們一般的住戶一般的平民卻沒有 你為什麼不換個名目發給我們呢 原住民喔這個還是真的是比較特別 所以就好像抽幼稚園 他們即使不是中立說 原住民還是在抽幼稚園的時候還是優先 所以這個 你針對問他 我沒有跟你講幼稚園 為什麼你又要避重就輕呢 你現在只要告訴我 一千五百塊 當你要求里長叫老人家去辦帳戶的時候 辦完了隔年 停到讓里長被人家罵 罵完了以後 當年你並沒有停原住民 而你停掉的是我們一般的平民百姓 為什麼呢 你只跟他換個名目叫做樂活基金 一樣一千五百塊 而我們為什麼不能換個樂活基金 一樣給我們65歲以上長者的一千五百塊呢 為什麼 原住民喔 他還是 是原住民有票我們沒票嗎 不是有票 這當時的理論是說 因為就好像我剛回答你 有什麼理由原住民抽幼稚園 他可以不用跟一般人一起抽 所以這個當時原住民 還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就按照原住民法的精神 就是說他們是特殊族群 那你就重陽禮金不要停 你就繼續用重陽禮金給他們啊 因為他們的身份有優惠 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為什麼要 要換個名義勒 換個名義 變成樂活基金一樣 八一千五百塊 條件全部都一樣 到底什麼原因理由 是因為我們一般的平民百姓 不能拿樂活基金嗎 那如果你要堅持要把原民會的那個 改回重陽禮金那也可以啊 我不管啊 我現在是問你啊 你現在是黑坑給我跳的嗎 你現在是黑坑給我跳的嗎 你有本事你取消啊 我告訴你柯文哲 你不用在這邊耍嘴皮子 我現在是就事論事的跟你說 今天你可以把他們用個名目一千五百塊繼續發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換個名目給我們一千五百塊呢 難道我們沒有票嗎 難道我們六十五歲以上就不是長者嗎 難道原住民從以前到現在所有的優惠 我不是叫你取消他 我只是想告訴你 你有本事換名目 為什麼我們你不能換名目呢 然後你在大剌剌跟我講 學者界沒有人能為一千五百塊砍掉 不對啊 這這真的 你是憑評太多嗎 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我現在蠻堅持的 第一點喔 我跟你講你堅持是你的事 但是我只是想希望你給台北市民一個交代 什麼樣的交代 為什麼原民會原住民他所編列的預算 這些弱勢你所謂的俗稱的弱勢 少數的人換個名目一千五百塊繼續發 而我們這邊的人只是一句話 重陽禮金不應該發 你要不要給台北市民一個說法 這個我都可以辯論 因為這個我們內部討論 你不要跟我辯論 你只要給台北市民一個說法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改為所謂的樂活老人年金 那如果你要這樣 我就把原住民那個樂活禮金 改成重陽禮金就好 那是你的事情 你有本事這樣對立你就繼續我沒有意見 沒有啊我跟你講 但是我只想知道 我爸爸媽媽也65歲啊 我們沒得力也就算啊 你有排富也就算啊 為什麼他們沒有那些條件的以外 你改個樂活經濟一千五百塊 發四年發到現在還在發 而我們一般平平百平卻沒有 那個社會福利不應當平等發給 還是給弱勢的優先 所以這種弱勢優先 你認為原住民是弱勢 大部分還是 因為在整個統計上來講 原住民以上 原住民的確是比較偏向弱勢 因為看收入就很清楚 做整個族群的收入來講 市長啊 我是跟你講 我跟你這順我不能再想起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這個 這叫公平性的問題 我知道 但是 擱稅金我哪有擱去原住民比較少 原住民他比較窮 原住民他比較窮 他本來繳的稅金就比較少 原住民從小到大考試什麼都加分 我們從來沒有意義過 所以這個差不多 所以啊 同樣的意思 那你有本事當時候 你叫做樂活基金的名字 繼續 你要應該用重陽理金去改啊 因為你叫小壞 沒有 當時還是原 因為他的預算不是從 從那個社會局局 是從在原民會裡面 為什麼要從原民會 因為他們是原民的 因為你當時怕被人家罵 所以用這個明目繼續讓他發 沒有啦 這個也是 那為什麼在你之前 沒有這個樂活基金呢 沒有 這是一個辯論 就是說在在你 沒有啦市長 政治還是要有一個 你吼 有你的說法啦 社會觀感有社會觀感 我只是跟你說 我知道 你一般的八十六十五歲以上 為什麼你不能換一個名字給他呢 你的經費這麼多 一年一千六百幾億啊 來 市長 看一下影片 都沒有啊 沒有啦 沒有啦 我今天去罵柯文哲五下牛 他媽當面吐槽柯文哲一臉尷尬 不過柯P也承諾 會想砍掉的敬老金 用在增加影法族 社會福利的軟硬體上 對福利這種東西 一放難說 所以坦白講 以前我們在 在說三年前吧 台北市常安靜的 性老軍才兩億多 後來就是換換標子 一下變7億 然後在未來的三年 你知道 如果要造原來的制度我們就變成10億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這樣 我還是贊成 做什麼事情 政治上還是要做比較長遠的規劃 我還是不太贊成這種一次性消費的做法 好 謝謝 你不太贊成一次性的消費做法 好 下一頁 看一下 市長你看一下 這個燈 林末梁 林末梁是誰喔 林傑 現在在哪裡 好 來 下一頁 這個叫什麼 金雞 小七雞 小雞雞嘛 奇雞 小雞雞 好 下一個 局長 回去 這個是什麼 那個 世大運的那個 後面兩位回去 主燈 2017世大運的主燈 兩位回去 下一個 這個是什麼 2018台北燈節的主燈 好 下一個 這個是 這好像是富邦眷的 在那個 在那個 好 下一頁 燈節的燈 下一頁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都是那個 算是光影藝術 這是燈節耶 燈節的時候 對啊 好 下一頁 市長 我問你 燈節他現在一年花了多少錢 燈節 燈節今年好像花了 差不多 差不多 6千萬左右 6千5百萬左右 6千5百萬 好 來 看下一張 這個是誰 這是林莫娘被拿出來的 好 下一張 這個是誰 斷手的林莫娘 斷手的林莫娘 這是誰 髒吊的 亂七八糟的林莫娘 生鏽的林莫娘 Force risen Completely 下一張 這就是那兩個燈籠 對不對 下一張 下面沒有任何的店子 直接接地 嗯 來 下一張 這是你剛才看到 不知道那20張是什麼東西的 那一個 這就是20隻小狗 廢鐵 下一張 市長,你不要一致性的東西,這是你剛才所講的 我告訴你今年花了多少? 今年花了八千多萬 我再告訴你去年花了多少? 去年花了一億多 結果呢,躺著躺 甚至於我還問說這些東西在哪裡 我昨天還特別開車跟官傳局的阻密去 結果到現在仗不清楚 看到沒?106年小奇蹟一億兩千多萬 市長,你再看看104年、105年 你說104年陽是黃旅規劃的那也就算了 105年花了五千多萬,福祿壽 五千多萬我相信還沒有包含贊助的 忘記了 去年的一億多 小奇蹟全部放在哪裡? 放在垃圾紙袋裡面回收 等著以後再用 幸福夠夠夠 八千幾萬市長,你知道外面贊助的多少錢嗎? 細節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預算邊沒那麼多 科長 時間暫停 科長有來嗎? 我叫科長回答你啦,局長也不懂 因為局長那天回覆了陳議員議員所說的話 也是不知道在哪裡 狀況外 來,科長來 你站在市長旁邊 你不用緊張 他昨天被我拉去桃園 倉儲啦 在無預警的情況下 你總共花了八千五百多萬 你的錢從哪裡來? 報告議員 預算來源除了我們自己府內的五千四百多萬以外 再來就是中央以及國營的贊助 再加上社會資源的投入 中央跟國營贊助總共花多少錢? 中央及國營一千 兩千七百九十八萬 是不是? 對不對? 你給我的資料啊 我就唸給你聽啊 那個是兩千七百九十八萬 是整個社會資源的贊助 中央的加贊助的總共多少? 就兩千七百九十八萬 你的主契約下一張 下一張 你的主契約是四千零五十萬 是的 然後你把中間的花貼郵行 包括燈籠製作全部轉移到地安 給自己抽出來 所以你跟他的契約是三千多萬 三千四百多萬 對不對? 沒錯吧 但是我怎麼加? 加一加也沒有八千多萬錢到底哪裡來? 八千多萬是包括了 除了那個三千四百多萬的合約以外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遊行的部分 遊行的部分是八百七十多萬 你的遊行部分是包含在五千多萬裡面 也就我幫你算一算 三千兩百零三萬的錢 包括募款來的錢 包括中央贊助的有三千零三千兩百零三萬 你的去向怎麼用? 為什麼你採接的契約書沒有辦法提供? 我們可以提供 我叫你提供 你到現在還不提供啊 我的黨有跟你說要提供嗎? 包括你分包出去的 市長 你的一次性花了八千多萬 你認為 不是啊 他是這樣啦 他是台北燈節是每年都要辦的 所以我們也在 不過是這樣喔 這些燈具 的確那個recycle應該要想一想 下一次應該用比較能夠reuse 國長沒有要回去 我還沒找你回去 不可以回去 市長啊 他很認真了 不要欺負他 那今年的主燈在哪裡? 因為我們目前在整個辦一個結案 以及驗收作業 所以目前那個還在辦燈的點焦的過程 所以目前燈應該 在哪裡? 應該還在那個城商的一個倉庫那邊 哪一個倉庫? 因為他現在倉庫在整理 所以 你就乾脆跟我講你不知道就好 你昨天一直跟我講嘉義 我一直跟你暗示說 不是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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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說不知道 恩 本來是知道 因為他現在倉庫在整理 所以 所以現在是不知道 所以現在是不知道 所以 局長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不是啊 這個本來是知道 教練不知道 這什麼意思 許弟兄啊 我不怪這個科長 他很認真 我知道他很認真 他也很緊張 因為局長那天接受陳議員質詢 是狀況壞 所以我找科長直接上來 第一我要告訴你 你所謂的一次性 一年花了將近 去年花了一億多 那今年花了八九千萬 我不知道這些登節十天 那後面的登節有什麼作用 這屬不屬於你所說的一次性 我覺得你要評估 第二個 你莫良躺在那邊 斷手斷腳 我是不能接受啦 如果說你說非一次性 你就不應該放在那裡 那如果說你要做一次性 你要想辦法 教長啊 民政局可以把登榮 前年的登榮 放掉丟掉回收 那去年你說你不要一次性 所以不能回收 那結果呢 每年花了九十幾萬 再倉儲放 放什麼 放剛才那些東西 這符合你柯文哲的做事方式嗎 這不符合 那個前年的應該要處理掉 再者 我得到的陳情 局長回去 我得到的陳情 我得到的陳情 是人家看不下去 把照片寄給我 三隻狗在哪裡 你們自己都不知道 是因為你們跟契約 跟廠商的契約搞不清楚啊 因為去年檢醫院當局長的時候 尾數還沒跟人家清楚啊 不用那麼下了 人家也不會跟你要啊 所以去年的廠商 今年不來做 今年找一家新的廠商 你把可以賺錢的東西 發包了出去啦 遊街 登榮最好賺的 你把它發包出去啊 就像你說檢醫院 氣質檢牢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講這句話 但我心裡有感受 我只能說 今年你給他三千多萬 你要有錢啊 然後你又要做東 又要做西 甚至於有人打電話跟他講說 來你要這個錢 你要幫我付掉這些 我幫你找好的廠商 廠商要五十萬 你要負責把我吃掉 所以現在廠商走進就冷啊 市長看一下照片 三隻小狗在哪裡 連下面都有泡棉幫他固定好 你剛才的那個燈籠 下面連泡棉都沒有啊 在哪裡你知道嗎 柯長 不知道啊 市長啊 因為契約還沒跟人家簽主 辦完了 風風光光開幕 你柯文哲有面子有理智 那這些東西現在都落幕了 落魄了 那也就算了 帳不清 跟我也沒關係 你們帳幕交代不清楚 也沒有關係 陣風市 陣風處 處長 待會去找我助理了解 為什麼帳幕我不會清 到底中間的錢跑去哪裡 到底誰要求廠商要去支付 他們叫來的費用 市長啊 這不信你會夠信啊 不信啊 奇怪 這個陳志宜 柯長 不用訝異 我講的都有所本 我不是做球給你們玩 我只能告訴你 真的事實在這裡 好時間暫停 下一個問題 起政務 陳諾給我一個時間 調查清楚 好這個沒有 趕快跟人家結帳 這個 勸的趕快處理掉 有爭議了 就進來爭議委員會 趕快處理掉 多久 我跟廠商我沒關係 但我知道去年的 不知道插人家幾千萬 人家也不要 因為他有賺錢就算了 所以今年不來標啊 到了今年 新來標的廠商 是誤入叢林的小白兔 你把上後台的郵件 八百幾萬一千萬拿走 你把製作燈籠 十四萬顆的錢拿走 他賺什麼 跟議員報告 我們沒有不跟廠商結帳 你回去 回去 這中間其實是驗收 我們都已經研究完 算結尾的部分 好啦 我趕快去 我叫他趕快去跟人家結帳 把帳戶結掉 看他有沒有什麼可以處理的 副議長 副議長 好像沒什麼存中華 不會啦 我答應你 我們趕快去結帳 我覺得不要欠廠商的錢 那個小公司都行不行 好像沒什麼存中華 好 以後那個 官員如果我們 這個執行的議員沒有請你上來 請不要上台 請尊重一下 如果要上來 你就上來佔八十分鐘吧 好啦 好啦 請開始 市長 推動觀光是你一直在要求要做的對不對 對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一個問題 台北市政府你之前說的觀光的東西 觀光巴士要到每個 夜市對不對 沒有到每個夜市 觀光巴士它有一定的 雙城觀光巴士有它一定的路線 那你認為觀光巴士有沒有應該改進的空間 這我就不曉得 改進的空間喔 這我就不曉得 好像那個業務還不是很好 業績不是很好 業績不是很好 那你認為說台北市的觀光夜市這麼多 也就是我們希望推廣的這些觀光夜市 所有的車子 到了我們觀光夜市有幾台 有幾班 有幾個地方 你知道嗎 觀光夜市有道德 這個我就不曉得 我告訴你 你看一下觀光夜市的車輛 來 看到了沒有 我旁邊幫你列出來觀光夜市 觀光巴士 從前前後後 只有四個地方有 大龍 士林 雙城 包含鄰江夜市 市長 你上面有寫說公共廁所 所有的公共廁所 有公共廁所的地方 這麼多的地方 這麼多的地方 來 我們要先看一下影片吧 對不對 對 也針對有43處的夜市攀商來評鑑 結果知名的景美夜市 大龍街夜市 因為疏於管理環境髒亂 敬陪莫坐 台北市上半年 夜市營運評鑑排名也出爐 遼寧夜市 零下夜市居冠亞軍 景美夜市跟大龍夜市 則敬陪莫坐 市府也將針對 營運不佳的夜市 加強輔導管理 直到改善為止 記者綜合報導 集美夜市2016年被評為 北市夜市營運最後一名 世新大學學生也提出 集美夜市大變身參與式 預算計畫 要求產發局對集美夜市 來進行規劃評估 有關集美夜市環境規劃改善 需要由政府商家願意 互相配合且一同努力 記者王軒跟越林台北報導 齊町 這是世新的學生所做的 你要不要看看你怎麼說 來 市長那個景美夜市 張道天怒人怨要怎麼解決 就去打掃啊 這哪一支問題 這樣就去打掃 齊町 你記不記得你曾經說過 一個地方有沒有發展 要看廁所 嗯 30秒鐘就知道 這是你指我們五分譜的時候 對 對不對 對 我現在再讓你看兩個影片 但是他不是景美夜市喔 看一下 30秒看廁所 30秒看廁所 這是公廁喔 這是公廁喔 這是公廁所 我叫你起來嗎 對 這個我們 夜市還是 看一下看一下 齁 這叫做觀光夜市 下一片 這是一個夜市的兩邊的廁所 是 對 一檔 你再看一看 沒關係 麻煩你再喝一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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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空旷的老旧建筑真的是很麻烦 你要推动观光夜市 食材登录也是你强力推荐 强力要求 对不对 对 来 我们看一下 下一张 平台登录 好 上去下一张 看一下 你的咨询率除了劳河街观光夜市市里夜市66%以外 以外的全部都是100% 登录喔 你应该很有信心吧 没有 没有为什么 不可能 不可能啊 你都会讲不可能啊 我重点就是临江夜市只有96摊吗 临江夜市只有108摊吗 临江夜市只有108摊吗 临江夜市比较有可能100% 这个有可能 来 我们再看一下登录的照片 这些照片里面都是他们登录的 这两张 我要今天同一张耶 你要求食材登录 你要推广观光夜市 结果你跟我讲 登录上面的东西 第一观光车辆没有到 第二公共厕所肮脏 第三 连这个登录都有问题 再看下一页 看到没 这是最夯的 红茶奶茶 对不对 我本来想今天买鸡排给你的 是因为下午没有 大家都在排队 你要不要他们食材登录 需不需要 市长 其实我们的夜市水準真的是要改进 我也在想说 应该要一个夜市的改进计划 我觉得是这样 没有办法同时改进 我回去马上 我来跟市长就讨论一下 就看什么夜市的竞赛 你看一下 夜市仅有两摊商登录珍珠奶茶 对啊 所以这个一定有问题 所以你一直在讲食材登录 食材登录 你现在是在骗人吗 所以不确实 连橡皮 蚝蚝蚝蚝蚝就不可以 这个太困了 不错 快点登录蚝蚝蚝蚝 这太困了 看一下嘛 下面是赤肉根工蚝蚝蚝蚝蚝 两张啊 这个太困了 市长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啦 我知道啦 包括治安包括卫生 我觉得你应该要好好去重视啊 当你在选举的同时 你要拿出来的是政策 我是希望一件事 第一 不要一次性的东西 是你刚才所讲 第二 这些食材的登录照片 你如果真的要推动观光 我觉得你应该要落实 因为你也没看到 看一下我们检举的爆量 数量 市长啊 106年 你上任时间 1149件 我当然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啦 我只是觉得说 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心于台北市政 而不要那么多政治的话 我希望你多一点市政 少一点政治啊 我只认为说 议员跟你咨询的 其实有些东西都是对你好 这个夜市的改善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做 因为台北要从一个文明的城市 我觉得你的公共厕所的话 那么偏远 说要不要走到里面 我女儿子也不敢走 同意 那你为什么要设那个公厕呢 公厕就不要对外开放 你叫夜市的人就走到里面 只有走五六十公里 那里面又鸟不生蛋 没有人潮 发生安全谁负责 再者 回归到政治上面的问题 我只能说市长 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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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老人票你想要多一点 我上次跟你提的 我到现在还对官传局很不能谅解 我对陈景俊还很不能谅解 我一直跟你讲 台北市的老人 你要外出去市政参观 你要限六十五岁以上 我没意见 社团不是老人吗 是啊 那为什么社团没有得申请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给你买 市政参观是议员本来 你赋予给我们市政参观 每个人试台车 经由我提案 检医院面子做给检医院编了两三千万 每个里三台车 限六十五岁以上老人 OK 那我现在跟你讲 台北市合法成立的社团老人 退休的老人 你不是要他走出来吗 但是如果里长不办 我请问你 这些老人社团不能办吗 可不可以 他是台北市民可不可以 他剩下的车次应该扣掉 什么叫做剩下的车次 我为什么要用剩下的车次 我为什么不能社团一年一台 你在做事情 为什么老是希望厚止薄疲 没有没有 这个细节我不知道 我回去研究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细节 陈副市长 我告诉你 台北市268万的人口 没有大小行 什么叫做你用剩的他们才能用 社会局你浪混 连社团老人的资料都做不出来 官传局跟我说 社会局资料还没有办法提供 不可能 这资料要给随时都有 社团台北市申请社团有多少的社团 我只能说 我要求的是公平性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给他们特别多 我只是要求一件事情 你不应该用剩的才给他们用 这是不公平的 市長 我从头到尾再跟你讲的都是公平性 一次性的事情不发生就不要发生了 然后阵风市市长说要求给我答案 市長你又卡定一个时间 调查报告 你是说那个台北灯节 没有这个 我觉得我那个欠人家的钱要赶快还人家 不是欠钱的问题 欠钱不关我的事 你的金额都不容 所有的钱一直要掉出来以后 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多久时间给我答案 这个阵风速 这个 两个礼拜应该够了吧 应该这样结束了 就仗对一对而已 好 马上回去马上对 好 时间在里面 市长 我再延续一下我刚刚 質疑的话题 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我要的答案 我刚刚有讲 就是说 市长 你觉得 我刚刚有说过 包括蓝世聪局长 包括黄向群议员 包括现在你的周瑜 修顾问 其实都是苏贞昌院长 在过去全力栽培非常优秀的人才 市长 你觉得苏贞昌没有你去救他 他是不是就没救了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媒体说 没有啦 为什么 市长 为什么你要一人分事两角 我觉得我从刚刚一直没有得到你要的答案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市长你觉得你这样子对得起苏贞昌院长吗 不是啦 我跟你讲喔 这种私下讲的话或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要出去就不关我的事了 这个常常是 要出去就不关你的事了 不是啦 但是你要 你要盖瓜承受啊 对不对 私底下在聊天啊 讲话 这个跟那个 所以市长你觉得 这是你私下跟媒体沟通的话语 但是媒体把它披露出去是这样子吗 还是你心里真的是这样子觉得说 苏贞昌没有你柯文哲去救他 他就没救了 会不会 不会的 他还是很厉害的 你觉得他还是很厉害 那既然你觉得他还是很厉害 为什么你私下还要这样子说 没有啊 私底下讲的话都不算 这个 怎么会不算 私底下讲的话就是你讲的啊 怎么会不算 对不对 市长 市长 私底下讲的话太多了 这个 这个 聊天的话 聊天的话 跟那个在公开场合讲的话是不一样的 聊天的话跟公开 所以这个是你私下 常常会讲的话语吗 还是说 你对民进党的 你对民进党的不满 常常私下讲 只是有一些 有被媒体披露出来 有一些没有被媒体披露出来 是不是这个样子 没有啊 我跟你说 第一点 公开讲的才算 这个私底下算 所以你讲 苏文昌没有你就没救 这是私下讲 所以你觉得这个不算数 是这样子吗 第一点 这个要看是怎么讲的 这样传来传传 那你到底是怎么讲的吗 你是怎么讲的 那你要不要还原一下 这不干事政 怎么会不干事政呢 市长 你要不要趁今天在这边 正好讲清楚嘛 要不要 我想苏院长 对你也是还蛮人至义尽的 我相信他听到这样子的说法 他也会蛮难过 你要不要利用今天这个时候 也借机澄清一下 要不要 第一点 新北市的选举 我是到现在为止 像侯友宜跟苏生 我都没有去参与 都没有去参与 真的 那你觉得你没有去救苏院长 他就没救了吗 还是 不会的 他就会垮了 还是 这个是你之前 你之前私下这样子觉得 所以你才这样说 没那么严重 反正他不是公开讲 这个是私下讲的啦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所以这是私下讲的 对不对 市长 这是私下讲的 所以 市长 你另外 你还有讲啊 市长你立个旗子 易勇军就会跑过来 插个旗子 人就会蜂勇而来 呼群保义 明天开始 就会有一大堆人来 投靠柯文哲 连找都不用找 然后 市长 你还有讲啊 你说 批评民进党政府的白痴政策 很多东西讲出来 民进党就完了 市长 这都是私下讲的 对不对 第一点 这个都私下讲的 不是 私下聊天吗 是不是私下聊天 媒体的特色就是夸大 啊 不过本意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是不是 问题是 所以我才说嘛 市长 你就不要一人分事两角嘛 如果说你是大大方方 用市长接受媒体的专访讲 那就是公开讲了 也不会有什么 语意上的落差 但是如果你要一人分事两角 你还要很辛苦的去分事说你是清科人是讲出来的话 那媒体就有他的权势不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 所以市长你这么爱私下讲 那私下讲的东西你要知道现在都没有秘密 你讲的每一句话 其实到最后全台湾人都会知道的 那你干嘛要一人分事两角 干嘛要这么辛苦 你有听过一句话吗 叫做什么 不要把那个当机当做什么桌 就是 对 豆桃 对 就是这样子嘛 你既然是市长 你就用市长的身份 大方的接受媒体的专访 你就不要再一人分事两角 在私下讲这些有的没有的 对不对 那个媒体一传再传到最后都变得很可怕 真的 那源头也是市长你啊 对不对 源头就是你啊 就是因为你有讲这句话 媒体才去转述跟传述嘛 对不对 好市长 等一下 其实我还是很不放心 刚才你提到说这个不关市政 其实果关市政啊 一个人的时间就是24小时 你原本想去救苏贞昌 去新北市帮他助选 甚至啊 这个媒体的转述里面也有提到啊 欸你要全台助选啊 甚至还有讲说 欸我就算喔 城市不足 还有破坏力啊 这是你讲的话吗 没有啊 其实我到现在也是 都还是坐在台北市政府啊 也没有出去 所以 市长 所以这个所谓的 清科人士 是媒体其实就是讲柯文哲市长本人嘛 一传再传都不行 所以清科人士就是你啊 没有啦 我是科不是清科人士 所以清科就是科本人嘛 科文那更多了 那个几十万人 市长 你刚才说 这个不会找蔡皮卢主任 当你的竞选总干事吗 他不会这个啦 不会啦 他没有能力做的 他现在有没有在来 帮你误设竞选干部 没有啊 他不会是太早 不是都透过他吗 不是都透过他吗 蛤 不是都透过他吗 这种事我要找我自己找 我怎么透过他 你自己找 我自己要找就好了 所以 未来 包括整个市府 我刚才讲那些干部 包括蔡壁如主任在内 都不会把你打算 也不会踏进竞选总部一步 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不会去的 其实我们竞选总部 我就是一直不想设 太花钱了 花钱是一样回事 我现在是怕你不设之后 你不设我才觉得 欸那个很可怕 你就会把市政府 当作是你的竞选总部 不设才可怕 你如果有要生质 算在电池 你戚质 结果是在内装宣企 蔡壁如主任 就会变成你的总干事 就算不是民意总干事 也是地下总干事 对不对 不会啊 他没有能力做这个 这我非常清楚 起定我本 我今天要跟你讨论 我是认为 每个人各就各位 做完每一件事情 昨天 媒体也帮你封了五大顾问 这我看来是五大护法 有人各司其职 就刚刚我提到的 周一秀顾问 他可以做好 不会联络的关系 至少对民进来讲 我们是熟悉的 我们有信任感 我觉得你用的这个 好人才 用的那个好旗 其他的部分 有的人我没认识 我就不骗评论 但是就你最亲近的蔡壁如顾问 我认为很多的奋计 其实他还是有越举了他顾问 或是办公室主任的全责 不设美举 不设美举 我们不认为特论这个事情 但是我现在要很严肃的提醒你 如果你不设竞选总部 不设竞选办公室 你就更容易把市政府 当作你的竞选总部 当作是你的竞选中心 我们竞选总部 能够偷就偷 因为开门就要花钱 所以 我一点可能会成立 但是我跟你说 你既然很容易 就在里面讨论了 就在里面讨论了 你就想当市政府 当作是竞选总部 因为你要升级 不是啦 我们就是 就把市政做好 就是最好的广告 你何必再行 最后 你不找蔡壁如顾问 做你的竞选总干事 但我看起来 他就是地下总干事一样 没有啦 总干事 甚至 甚至还有 这个媒体朋友跟我讲 诶 他仿佛看到当时的 金普聰 跟马英九的关系 所以 不一样 蔡壁如 会不会是你 柯文哲的金普聰 style不太一样 style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管的事情 都超过他们该管的事情 诶 不会啊 因为 我就是因为这样 后来才把他 那个办公室主任 换成我同学 我觉得用我同学来做比较好 你的同学 也绝对不会比蔡壁如顾问了解你 然后比他更核心 错了 但我那个同学 从高中到现在跟我认识44年 远超过蔡壁如的时间 好啦 市长 我在送你一句话 其实不管是私下讲公开讲 讲了就是讲了 讲了你就要负责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呃 市长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我们万华 你最近有来过万华几次 很多次 很多次 你都去了什么地方 那个 薄皮寮 都在V2 还有呢 青草街 那些我还是有去的 青草街 横甲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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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 青山 青山公 青山公 横甲公园 好 那你来了算不少次喔 那因为现在台湾观光人口 尤其台北市 在西门町 在西区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观光人口 那你来这么多次 你觉得万华的 在观光旅游发展上面 你觉得要怎么样做改善 还是要整体规划 这个其实后来我是叫许立民 在做规划 用龙山市当那个中心点 然后去往外面扩 这是现在的想法 因为龙山市一年就有三百万人 那龙山市用中心点是要怎么样规划 龙山市主管的主管机关 龙山市盟甲公园主管机关 是什么局处 还是说你整个万华的 这个未来的旅游规划 是由许立民局长来做规划 事实上他他主要是 我们用那个万华区公所当一个平台 那许立民就当做一个PM 那去把各局处找来整合 好 那整合到现在呢 还是有成绩 我们八月好像要办一个验售 目前是这样啊 就是说这三年来看起来 蒙甲的这个观光的人潮 无论是本地的 台湾的还是说国外的 国外的非常多 事实上是有在翻转 那第二部分大概是说 一开始我们是说把蒙甲公园变干净 那个是一开始的出发点 那事实上昨天 你觉得成效如何 昨天其实我下午五点多的去去突袭检查蒙甲公园 包括外面的山水街 事实上干净如洗啊 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也是让他能够安静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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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这样子觉得 那你们就错了 表示你们对万华还不够了解 我这几天才听到夜市的朋友在跟我说 在以前蒙甲公园上面呢 其实他顶多在夜市里面是有拉人进去泡茶 但是最近蒙甲公园上面 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性工作者在上面拉客 这个是让夜市的摊商跟在那边做生意的朋友 跟店家还有居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我今天接下来要讲 因为其实我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了 包括蒙甲公园要重新做硬体的改造 你们市府都没有给我任何的活应 每次咨询完其实就不了了之 那市长我相信你到蒙甲公园去看过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 一个你如果没有改善蒙甲公园的硬体设备的话 你要从那边为中心点再怎么样拓展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用的 而且蒙甲公园本身需要做硬体的改造 其实已经讨论的不下十次了 已经非常多次了 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旅游的部分 因为我今天在这边讲这个只是点你们一下 就是说在未来万华它需要有这么多的观光人潮 不论是台湾人本身或者是外来的观光客 它的人数都会越来越多 那你对万华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 它需要国际化需要在地化需要产业化 这个都是市长你自己嘴巴里面讲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翻转太慢了 还有我刚刚听到其实市长你来 大家就是因为你是市长 所以带你去看波皮疗 带你去看青山公 带你去看蒙甲公园 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在万华就已经存在 但是我相信你忽略了万华 这种形态在经营 有一种是年轻人回来创业 或者是外来的年轻人 他不是万华本地人 但是他来万华这边创业 其实万华开始有慢慢很多的这种新的小店 或者是有非常多的在地的做社造的组织 包括高传奇老师他们 对不对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还有非常多的社团 让万华这边开始在酝酿很多的生命力 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指标是这样 就是说一般的文创商旅 事实上是说只形犬西门町在过去 可是在蒙甲公园旁边 其实文创的商旅已经开进去了 所以那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好 那我现在要来讲的是说 包括在别的县市 桃园台南还有高雄 我不知道我们市府 有没有去做一个评估 就是说他们有开始把一些特定的范围 把它划为历史人文街区 局长 市长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好 为什么要把它划为历史人文街区 你说 不管是在西门町的小商旅 当然万华是台北市的一个指标 我相信这个未来 会拓展到其他的老旧的社区 好 那我说万华是一个指标 是因为万华里面 你说重新要去盖一个商旅 或者是盖一个大饭店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万华人的需求 但是万华里面有非常多老旧的历建 或者是非常多传统的建筑 但是因为碍于民宿管理办法第三条 第八款的规定 它并没有特殊的一个设置区域 所以在万华里面 如果假设是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背包客 他在万华里面 他想要体验住在万华 这边的一个体验的话 他只能去做一个住商旅 那万华里面的商旅 其实也 数量也并没有很多 我现在希望的是说 看到万华的愿景 能够像 不论是在欧美 我们可以到一个城市去 假设你住个三五天 你就是待在那个城市里面 你白天起来 其实就是去吃早午餐 下午可以就是去参加导览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轻旅行的一个想法 所以其实我要讲 未来要讲的 其实应该是跟观传局比较 因为是在外县市 这个部分 都是观传局主导 如果台北市市长 你要把这个郊游 许局长主导 其实我们还是各局是专业的分工 我们也都是非常的乐意 重点是 好万华 有分成北万华跟南万华 如果你划分的区域 你从环河南路以东 中华路以西 中校西路以南 蒙甲大道以北 就是以龙山寺为中心点的 这个部分 叫做北万华 如果这边呢 它就是一个人文街区 也就是你们在推动的城市博物馆 但是在这个区域的部分 你把它设置为历史人文街区 它才会符合相关的法令 那在南万华的部分 在环河南路以东 万大路以西 蒙甲大道以南 就是到嘎拉这边 这边它也是可以变成一个人文街区 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人文聚落的景观 有眷村也有老街 那北万华更不用说了 北万华有非常多的公庙 有非常多的古蹟 包括红楼 龙山寺 西本苑寺 这些都是属于北万华 那南万华包括万华林宅 还有唐部文化园区 好 这边这两个地方 如果我们可以设置历史人文街区的话 我们才可以在法令上面解套 也才可以有办法去推动一些民宿 让外来的观光客 它不是只有去住商旅 它可以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在地文化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要说的是说 其实市府应该是朝这个方向 我觉得硬体的部分 我今天在这边就不想再多讲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硬体的部分 讲了非常的多次 我觉得这是市府自己本身要去解套 跟重新做一个规划 但是除了硬体的部分 我一而再再而三 要求蒙甲公园的硬体要解套 要重新规划之外 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市府是不是可以在北万华跟南万华 各设置历史人文街区 所以在未来 不管有南部来的年轻人 背包客外国来的 任何一个国家来的背包客 他只想在万华住个三五天的晚上 他也不想到其他去 其实万华里面可以看的古迹 他可以品尝的这个小吃 还有他可以去的文创小店 有非常的多 我们有没有可能 市府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动 抱怨我简单回应一下 就是说这个万华 其实是这三年来 市长翻转西区很重要的一个区块 那我们基本精神在市府的力量是这样 邦嘎是属于邦嘎人的邦嘎 这个是只有邦嘎人的本身 在地的创生的力量 才有办法翻转整个万华 那市府其实从过去环境的整理 到整个让这个在地的力量能够起来 那我想下一个阶段您所提到的 包括历史街区的部分 我想从这个西门町向下接到贵阳街 进到蒙甲公园 往南到嘎拉跟这个青年公园 还有唐铺 然后以这个蒙甲大道作为一个重贯的贯联 那我想这个区块大概是一个水到渠成 那黄敬豪的时候我想大概可以水到渠成 所以这边我们会跟 在跟观传局做专业的这个讨论 是不是历史街区的这种 包括您所提到的这个 历史人文街区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在跟专业的观传局做专业的讨论 包括在桃园 在台南到高雄 其实都已经有有潜力了 类似台南的孔庙的历史街区 对台北市是首都 但是竟然我们还没有开始设置这样的人文街区 那当然就是从万华开始 当然它未来可以延伸到其他的行政区 我们也都非常的支持 那当然万华也是台北市的发源地 那这边有非常多的古迹 也非常多的非常宝贵的文化资产 所以局长你如果觉得是水到渠成的话 市长你既然在这边 这个这个事情其实只要市长你一同意 其实我相信各局处你们横向 其实马上就可以去着手进行 所以市长你是不是在这边 可以给我们万华人一个承诺 包括我今天所提的 都是万华的很多的年轻朋友 他们希望看到自己长大的地方 能够越来越活络 那我们也会希望说未来看到的观光客 它也不是只有住在西门町 因为很多住在西门町的朋友 他要来进来万华里面这边 他可能只有来一个晚上 我们希望观光客或者是来台北旅游的朋友 他可以在万华多住几天 或者是多在万华消费几天 或者是可以就是只有在万华待个三五天 因为这边有这么多宝贵的文化资产 可以去参观可以去造访 那其实如果只要把这边设定 划设为历史人文街区 其实就可以解套 所以未来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 包括我那天到西昌街去看一家古迹 其实那一栋古迹 其实是我们平常在别的地方 是完全没有办法看到的 这个老旧的历史建物 但它里面古色古香 如果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它未来绝对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光资产 所以市长如果你想要轴线翻转 你也把登节开始移来西区 表示你对于西区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 那对于市府来说 把这个地方划设为一个历史人文街区 对市府来讲其实就是应该要推动的一个政策跟方向 好我们来跟观传局商量看看 商量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这个方向来做规划 但是专业上 法令上我想 是不是有一些法令的限制 还是这个我想 还是要跟观传局有这个专业的讨论 好 法令的限制其实 在我们的这个民宿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八款 就已经讲了非常的清楚 它说有关民宿之设置区域新增 就是只要是有据人文或历史风貌之相关区域 基于在地人文特色街区历史民俗文化等条件 提出据人文或历史风貌之区域 划分办法等等 就是说只要它是符合历史人文街区 你把它划定为历史人文街区 它未来其实在这边就可以设置民俗 我想大概是这样 方向上大概如同的议员民主说 但是法令上还有跟在地的沟通跟意见 我们是否自己私下去做一个沟通跟协调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研究这个法令上大概给我们两个月时间 两个月要这么久 我都已经帮你们写好了 一个月好 在一个月内 好我们希望看到就是你把万华 研究相关的法令 未来朝着就是在这边设置历史人文街区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说 万华这边可以设置一些民宿 让外来的观光客 或者是南部来的观光客 可以来万华里面居住 大概是有民宿资格这样子的一个建物 这样子好不好 好我们一个月来研究这个方向 好 市长我们先看一下PowerPoint 市长 更有感 不过是这样 这个我们现在还是有用到 让他觉得很好 所以那些居家医疗 或是有居家长照 他有用到让他觉得 但是大部分人没有用到 他就没有感觉到 市长那你觉得 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没有用到 那我们还编那么多钱 因为社会福利是这样 那不是浪费吗 社会福利 本来就是要给弱势的 所以如果那些本来 他就跑跑跳跳 很健康他也不需要 所以有时候 他有哪一天 他不小心生病了 干什么有需要 他要花好几万块 才能够得到服务 类似一种保险的概念 让他能够得到社会福利 所以有用到 他就觉得很好 没有用到 他当然不觉得 市长那我觉得 在宣传 还有让长者的感受到 至少不成比例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可是至少 你市长刚刚讲到 有用到的人很少 所以 没有用到的感受不到 可是目前 我们在地方跑的时候 大部分的长者 是感受不到 所以才会 这么多长者就讲说 你砍了我们敬劳离金 可是对长者 都没有感受到说 长者有得到更好的照顾 这一点你认同吗 不过是这样 社会政策 有时候它需要时间 所以比方说 那个65岁到 刚刚才告过65岁的老人 基本上他是很健康的 他如果有一张 他在整个台北市 用公共运数 整年度都不用钱 他是有感的 所以那些很 从65岁到75岁 这些老人 他会觉得那一张敬劳感很好用 可是如果他是85岁 他根本就每天 在家里看电视的 他就觉得没有用 好 司长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重阳离金 换了四里 这些长者到底感受是怎么样 重阳节就要到了 台北市府光是在去年 就发出有7亿元的 重阳节礼金 而今年呢 台北市府再加码 各项老人福利设施 还打算开办 各种老人的照顾服务 要把台北市打造成 更适合银法族们的居住城市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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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重阳节 台北市长柯文哲 要送给所有年长者四样大礼 包括社区照护服务 重阳PK大赛 银法乐活行 还有各种重阳节的优惠设施 说家有一老如有一保 台北市加码各种年长者的便名设施 要把台北打造成银法族的乐活家园 杨洁就要 局长因为之前我已经问过你 所以我基本上 我是会让市长来感受一下 那市长 其实我们虽然砍了7亿 然后我们编了27亿 那之前其实银法服务表扬大会 还有才艺比赛 这个其实以前就办过了 那后来 还有在 就是我们10月25号 有办一个银法服务表扬大会 那前朝其实这些都有办 那可是后来现在轮到我们以后 给大家的感觉是社会局 其实他都只有 社会局只有负责出钱 那具体执行者其实都是公关公司 那更何况就是我们后来 那个乐活长青 那个活动其实还上了新闻 然后这些长者还被人家 被被背负着说这个贪图赠品的骂名 市长你觉得这个到底 你刚刚讲的 你说假如有用到的 就感觉就是有感 很多的都没有感受 可是市长你对于说 我们现在的社会局 变成说只负责出钱的单位 那真正的执行者 却是公关公司 市长你对这一点 到底有什么看法 那以后如何避免 这类似像 长照中心也会落成 我认为如果把那些长者 带去参观说 有一天你失智 干什么可以来这里 这个环境 他会有感的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健康的老人 他本来就不需要人家照顾 他只是要有些朋友 可以在一起玩 是那些他有一天 他变得很差 需要外导的那些 我们现在想是怎么照顾那一批人 市长 我刚刚你好像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 我是说之前社会局 他们都有办活动 那可是问题是前朝都有办的活动 那我们现在 柯市长你上来以后 你上了以后 给人家的感觉是社会局 只有负责出钱 那具体的执行者 其实是公关公司 那我刚刚还有问你说 说以后怎么避免 类似像这种乐活长青 这个登山活动 后来长者都还见血 你要如何避免 你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 其实这个我们都有做检讨报告 我们还有这种五千人以上的大型活动 都有SOP 那都有那个检讨报告 所以像这种就是 比方说动线的设计 要先报名 所以这个就 我们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团队 所以每次犯错 就会修正SOP 下一次就不会了 所以市长你的说法是说 下次就不会有类似像这种 这个乐活长青的 这个见血的事件发生 并发症就不会 那种犯过的错误就不会再犯 那你们这次检讨的报告是什么 有啊 结果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你们动线没规划好 还是什么 动线没有规划 事先没有报名 还有那个应变中心没有 还有紧急连络网都没有设立 这个错误累了一大堆 我们内部检讨过 好 那市长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你对于你的工餐 老人工餐 你给自己打几分 老人共餐 他只是第一步 他只是让他先来吃饭 所以那个吃饭的前面 后面的那些 那些味教 那些活动 才是重点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325个点就这样停住 没有继续一直扩增 所以我们还在研究说 那个最最适当的老人共餐的模式 我想到到今年年底应该我们就会比较清楚的一个 picture 一个模组出来才会继续往下发展 市长你刚刚有讲老人工餐的点 那待会我来跟你讲老人工餐的点 来我们先看一下下一页 市长这是研考会我们调的资料 那我们是问他说 台北市最近在推动老人工餐 除了提供营养的饭菜外 也提供长辈结交朋友 分享经验的机会 那以及各种营法族的促进活动 那我们问说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百分之六十八的人 六十八点七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再问他说 请问你有没有到社区老人关怀活动据点 学校或离 还离办公处或等场所 然后参加共餐的经验 百分之九十二是没有 那市长你针对这研考的这个资料 你觉得最大问题是什么 没有这没有错 这个是好几个月前做的 这是去年年中 年中做的 所以当时当时还这个 所以我们每一个政策 他要到散步 我发现没有那么快 那现在呢 现在有比较好吗 所以我们比方说净老卡 480元 一开始第一个月只有5%人有用完 可是到现在 慢慢就增加到9%多 所以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政策 他需要时间去散步 所以包括我们那个1280 吃到饱的那个月票 公共运输月票也是一样 所以应该每三个月 研究数据 然后慢慢再修整 这一开始差不多实施 差不多半年 那个知晓度是很差的 没有错的确是这样 那来下一页 来 市长 你这张照片 你知道 其实我们这公餐照片 变成样板 其实大部分的长者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公餐的点 那针对于这一点 你们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目前其实我们共餐的点 352个 那我就说一开始在两年多以前是52个 所以其实台北市 可能共餐点不是那么多 大家不是那么知晓 那我们去年大概325 现在352 那现在352点 事实上我们在网路上都有分区 让大家都知道说在哪里 所以这个我们是 就是足够让共餐的点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知道 那去年其实像这个共餐据点 这个餐饮服务大概有大概2万3万多人 包括一个月有20几万的人次都来 这个共餐据点 那不是只有来吃饭 也有这种来上课的 还有这种关怀仿式电话问问 这个一整个 就是说对于健康跟亚健康老人照顾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建制 跟这个设置的过程 好 局长 好 虽然你刚讲的很详细 可是问题是至少去年的 这研考会的这个 你说去年吗 这是这份是去年的资料 至少还有百分之三十几 其实是不知道共餐的点 那今年呢 至少有没有打到一半 这个数据是106年卤月 但我们新的还没有再重复再做 我是觉得这个百分之三十 比例其实还是太低了 就是还是有百分之三 我们会再努力啦 不过这是去年 好 再来 来 市长 我想要跟你讲一下 其实我们去接触地方 实际上的感觉就是 社会局其实他有很多想法 很多做法 那可是其实社会局的人力 其实他们都没有用到地方 其实基本上都是 里长跟里干事在做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 这份 这份民调 他就有讲说 呃 这个107年未继续申请据点的方案原因 来 市林的这个 就我们这一里 我们市林区 他们说里长 忙于选举 没有人力办理据点 那里长还有上 考虑说是否继续参选中 没有提出申请 然后还有什么里长行程叫忙 无法办理 好 针对这些 到底民政局 你们到底要怎么 怎么去真正的落实呢 所以还是给愿意办的 所以不见得要让 要求说希望每个里长办 我觉得不太对 应该是说 其实慢慢的 办社会 这个应该要找那个 社区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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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宗教团体 跟里长底干 其实都有 其实今年申请还算 真的是很踊跃 那第二点 我要回应议员 你这个问题 共参其实原来的行政程序 真的有 不是那么的方便 那其实我们这两年 有做行政程序的改变 包括核销的部分 那还有预播款的部分 这个我们都有做改善 还有这种所谓业务费 比较好灵活使用 那另外共餐据点 我们现在可以用 那个敬老卡 跟这个健保卡去刷卡 那个其实是方便 当共餐点 多到两三百点的时候 做很好的行政管理 那现在 那个敬老卡 可以据点可以刷卡 其实已经到一百八十几个点 那到今年的七八月 会上到两百二十个点 那这个事实上 都是让据点在做和销 还有社会局在业务帮忙上 都一个很简化的过程 所以其实我们也了解说 共餐据点的承办人 是很辛苦的 包括里长我们也很感谢 但是说怎么样的简化 其实我们这两年 其实也一直在努力 包括让他能够更 资讯化的和销 好 市长跟局长 你们刚刚都一直在强调 说你们有多少个据点 多少个据点 我们现在就来看据点的部分 据点数量其实真的很浮夸 实际服务人数其实只有一趴 全市六十岁以上的人口 差不多六十三万六十四万人 那公餐服务到的人 就是市长你所谓讲的 有参与到的人 其实只有八千九百人 其实占这个比例 差不多只有一趴而已 其实我们现在的统计大概 这个是去年的数据 但是今年我们因为有这个刷法 跟实现化的服务 大概已经上到两万到三万人了 即使是去年的数据齁 其实这个 好啦即使给你两万到三万人 其实也大概最多再多个一两趴而已 没有 两万就五趴了 对对 他其实是在一直在持续的进步中 不是市长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感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重点就是这个数据 你讲说有有享受到的 有有感觉有参与到的人 所以其实假如按照这个数据来讲 其实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其实是没有感受到 难怪你刚刚那份研考会民调 就去年的民调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人共餐 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据点 这个其实看这个数据就知道了 先不用讲去年还是今年 今年其实也才过了五个月而已 那更别讲说 来我们第一收独居这些老人 其实这些应该才是 我们更要去照顾的人不是吗 对 对啊那照理讲 为什么来我们看 就是说 假如这些人都感受不到的话 我们如何去来继续支持这个政策 推动这个政策 所以我倒觉得共餐的据点 还是要做得不好的淘汰掉 那换那个比较愿意上来 比较愿意做的 还是要在过程当中陆陆续续去调整 那市长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 市长 你们刚刚讲的说公餐据点总共有325个 可是你知道说一周至少公餐五天的 其实只有29个点 反而一周公餐五天太多天了 太多天 其实一次两次 所以你其实都是在充据点数啊 没有 所以是这样 坦白讲 那个共餐的 你看一周公餐一天的 其实134个点 一周公餐两天的98个点 一周公餐五天的 其实29个点 其实我们今年新的规定是这样 我们有从 据点1.0到5.0 那像2.0 1.0就是办课程 2.0是公餐一次 3.0是共餐两次 4.0是共餐两次以上 5.0要共餐三次以上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设计呢 因为 其实你要一个 譬如说每个社区都要一次 就能够共餐 4天或5天 对刚进来办公餐的人是不可能的 可是这些人 有没有兴趣要办公餐 有 有没有兴趣做社区的发展 有 那所以我们就让他说 好那你从简单的开始做 所以就会有那种 一个礼拜只共餐一天的 那譬如说去年已经办了 一个礼拜共餐两天的 他更有兴趣 而且他机组更稳固 课程也更完整的时候 我们就让他upgrade 可以到4.0、5.0 做3天跟4天 另外其实共餐的天数以外 服务的天数我们今年也加量 包括3.0的 我们规定他要4个半天 4.0的要6个半天 5.0的要8个半天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这样据点 让他不是只有来吃饭 我们另外也规定他 开个半天的数 让更多的课程可以进来 这个是我们在政策规划的方向 那所以 所以吃饭不是目的 像我知道像小白光 那个据点他办得很好 但是他好像一个礼拜吃一次 他一个礼拜吃一次 但是他会让这个 他会吃的比较好 但是其他天是来 但是没有吃饭 所以老实讲 那个吃饭有时候 比较像是一种 好像大家 一个凝聚的方式 但是不是据点的主要的目的 不是吃饭 那局长我想请问一下 你这325个公餐的据点 现在目前还持续在发便当的大概几个据点 假如再发便当就不算参与吧 只是发便当而已 报议员现在是这样 就是我们今天也是352个据点 那352个据点 我们有做统计 自己组的大概占四成 就是说三成五到四成左右 那这个所谓的便当 跟这个他也许跟外面跟中央厨房的 大概是占四成五 那另外有这两个合在一起的 大概是占一成左右 这是我们的分析是这样 那当然很多 所以325个点 到底有几个点 现在还是在统便当 目前352个点 里面大概就是您看到 就是说所谓的外汇 就包括中央厨房跟便当 这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 四成五左右这样子 四成五左右 那假如都是在吃便当 四成五其实算一半 外汇不一定是便当 像小白公那一个 他是一郎餐厅 但是我刚刚问的问题是便当 我问局长你的问题是便当 你回答我四成五 所以没有那么多 就是说您看到的这个资料 就是说外汇 因为有很多长辈是这样 他会觉得据点如果自己煮 但是有很多长辈觉得说 他如果可以叫外面的来吃 所以你看到有那种叫 复合式的跟去叫外面 因为其实有一些自助餐店 在据点的旁边 他也说他想要尽一份心力 所以他也会说 不然他来提供一个 適合长辈少油少圆的便当 这样其实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我大概是这样一眼 告告说目前的状况 大概是这样 市长你很喜欢跟外县市比 那我们来比一下 我们看一下 市长我们社会局 全年的预算总共178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云林县 社会处 他其实只有四十几亿 那我们看一下 一样编的 就是说我们有178亿 他们编了40亿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云林县 他们做的老人工餐是怎么样 来下一页 这个有 其实这个是云林县 他们自己有花 是云林的那个食堂 对对对对 他们有花一百万来做一个中央厨房 人家预算虽然有限 可是他却愿意花钱 来帮长辈来找场地来做厨房 台北市我们钱没有比人家少 可是我们的诚意真的太少太少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他们从看挑菜 然后反正就等于说他们都有参与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市长你想要的老人工餐 就是大家一起参与 我觉得这比较有参与感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说 而不是领便当或是说请外汇进来 这个台北也有 这个其实就省略掉中间那个过程 报夷议员 其实在您的选区 士林北投的吉庆林 事实上你知道他在二楼 每天早上 不是每天就是共摘那十点半 他那个理想就会跟 可是我们的预算 一起在挑菜 我们的预算是人家的几倍 然后人家是几乎可以做到每一天都有 市长你刚讲说不是来吃饭 我当然知道不是来吃饭 可是就是重点他们在参与 我觉得参与这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实际去现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影片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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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是长辈的视角来看共产 这其实是长辈的视角来看共产 我们看一下独居长辈的心声 阿嬷你让我问一下 好啊 你那个禁止情 比如说这些失筒 那时候那个 又会发展禁止情 那你一个人 都如何改参与ゴム rabb 那就 拐揄 snap 拐揄拐揄 拐揄就参与 拐揄拐揄 有 dengan摸 nasıl拐揄拐揄 đely die blender 阿彌冬一個人 所以你在這裡用餐這樣長久久了 有 像手蠟燭 我就是這樣 這樣喔 是喔 菜燒飯後怎樣 不錯啦 不錯齁 政府這政策你覺得怎樣 有照顧到 有 很照顧 很照顧很老人 有麻魚就對了 有麻魚 市長我覺得其實這些長輩他們吃的是 他們在吃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感受到政府的用心 那我是希望說我們臺北市 雖然目前只有 剛剛局長你講352個點 我希望說可以做到就是352個點的 長者有來用的都可以感受到這樣 然後他們也都可以參與 可是我覺得希望進度可以再快一點 才不會說至少我們現在 目前在地方跑的時候 長者是真的感受不到 而且真的有參與到共餐的人 真的少之又少 我想這個齁 其實無論從雲林的經驗 或這個我們臺北也在做齁 這大概是臺灣面對一個高齡化社會 一個怎麼樣面對健康跟亞健康的 長輩一個照顧的方式 所以當然我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來前進 那議員您說的這個齁 讓長輩可以覺得說吃得很開心齁 不只是吃 吃有時候是心裡的感受 那個感受可以讓他更開心 這個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謝謝您的指揮 那局長請回 那個助長也先請回 市長 接下來我要跟你講水 市長東京水其實已經身影十多年了 其實我們台北的水其實還在擔心牽水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齁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東京齁 他們為了其實 市長我想請問一下 假如我們可以直接 就是說 假如要你們自己掏腰包 花錢買說 我拿一個寶特瓶 我們去直接裝生影水 應該再做各位 我相信 目前在臺灣 應該也都還沒有辦法 沒有人敢願意花錢 去買這個 就是說水龍頭直接打開的水來喝 更況是用花錢 來我們看一下東京他們到底做了怎麼樣的努力 這兩千零七年 他們的水到水到菊了 他們為了深淫水做的努力 山的鳳條王 先暫停齁 影片先暫停 就差不多到這樣子 然後再來看下一頁 其實這個東京都這個水到植園 他們自己還有把它做成光碟 然後去推動這個政策 然後讓人家知道就是說 我們再來就是要推這一塊 好那我們看剛剛是2007年 現在其實已經過了差不多十年 這個自來水除了進軍海外以外 已經成為東京土產伴手禮 已經是前十名 現在他們這個不只 他們還變成伴手禮 來我想問一下處長跟市長 你覺得看到這個以後 你覺得我們臺北可不可以 也朝這個方向前進 畢竟我們沒有理由落空人家那麼多 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 怎麼會有人拿水在送人家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什麼太奇怪 人家這個是前十的伴手禮 我都覺得很奇怪 市長你覺得奇怪的東西 我們都還做不到 你這樣不是更奇怪 人家那個水龍頭直接打開就可以 所以這很不務實 好市長你覺得人家不務實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頁 他那2018的宣傳 海外連部落客都肯定喔 加油 目覚醒的身體 東京水 東京水 賺錢的時候到喔 這口應該賺了一塊 東京水多少錢 免費 如果我有瓶子想喝水的話怎麼辦呢 東京水可以直接裝一瓶喔 真的喔 不用一口一口一塊一塊了 大家都在問東京的那個價錢 能喝 可以喝到 OK你看 來市長 連海外的部落客其實都有肯定喔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喔 東京水自來水除了進軍海外以外 雜謊的自來水還有成立販賣機喔 你還是覺得人家很奇怪嗎 還是 你不覺得說我們 我們要進步的地方真的是 還差人家很多嗎 是啊 直接設身影台就好了 怎麼會再賣水 市長 你說 設身影台就好 那你覺得我們台北的水 可以跟人家來相比嗎 人家還可以進軍海外 我們現在公園裡面差不多都有了 我們為了去年的四大運 我們幾乎 我們台北市 台北市應該現在那個APP拿出來 哪裡可以喝水應該都有了 對 跟議員報告 目前在 我們也在盡量推廣這個 生日自營水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這整個台北市 因為這一個 這個水庫這個 這個山上這個 原水系統是相當不錯 經過我們的這個處理以後 其實我們的自來水啊 透過指引台其實是可以生贏的 處長 你講那個源頭 我是不懷疑源頭 那真的我們的水庫 就是我們的源頭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市長你知道 台北市68年以前的家用管線 其實都是用籤管嗎 知道齁 以前是用籤管 其實並不是全部齁 他只是68年以前 大部分吧 68年以前是可以用籤管 但是並不是全部 大部分吧 我們其實查了一下子 站幾層直接講就好啦 站幾層我並不清楚 你怎麼會不清楚 因為那個部分是屬於這個 那至少還是有一個數據吧 都換掉了吧 沒有齁 市長沒有齁 市長沒有齁 用戶的部分我們這邊沒有統計 用戶是沒有齁 公用的是 市長 68年以前的這個籤管齁 其實 這個建築物其實有三萬七千多棟齁 來我們看一下 來市長 你當初怎麼講 為什麼原本需要花十年才能 這個換完的這個籤管 可以在我們市府 大概不到兩年的時間 就把它完成 對 坦白講齁 認真一點就做好了 市長 他還換籤管的一個重要性 是不是 這個也不是說重要性 其實籤中毒還是有問題 你每天 特別是他流量比較低的籤管 這個本來就有牽中毒 我記得超過10個PBM 你的腦袋壞掉 所以有人在看一下說 我們這個台灣風子太多 是不是牽水喝太多 台灣風子太多 是不是牽水喝太多 台灣風子太多 是不是牽水喝太多 市長 你說牽水喝太多 所以頭腦都壞掉 那個牽中毒會影響 那個中速神經系統 對啊 尤其是神經系統 跟消化系統 那兒童的影響其實算最大 因為他們都是喝牛奶 那其實不但會損 就是智力會損傷 其實也還有可能造成腎臟病 要洗腎 那當日本 他們上下其實都已經全面身影 台北的老宅牽管 這個身影 我覺得我們沒有把握 我們看一下 牽管可能融出略高的牽在水中 使用過多重金屬影響健康 因此台北市政府表示 將會優先汰換 牽水管密度較高的老舊社區 民國68年以前 台北自來水管的材質 普遍都是牽管 只要是在68年以前 所新建的建築物 屋主可以自行申請汰換補助 公寓大廈部分 則必須推派管理委員會 或管理負責人提出申請補助 建管處表示 施工程度依照建築物管線狀況 如果有必要破壞屋體 也不會完全破壞 補助費用是有經過評估之後 才訂定下來 牽管攤換補助申請辦法 才兩階段辦理 第一階段 申請人必須帶著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到建管處 公寓大廈科申辦 第二階段 申請核准後 申請人必須在兩個月改善完成 再送相關施政申領補助款 與其者將喪失補助款資格 市長你知道我這個政策嗎 還是現在才知道 這個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說處理這個工的 撕了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你現在才知道嗎 市長那你覺得這個 你知道這個執行的成效怎麼樣嗎 應該不會太好 不太好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這個房子要去 房子裡面的管線要換不容易 報議員 其實我們已經透過六個管道 甚至到台北電台 還有正義國宅市公園的電子圍離 我們的網站 還有公益大廈的說明會 都已經辦過相當的宣傳 但是確實來申請 宣傳不夠嗎 已經六個管道宣傳了 還是不夠啊 不然申請 去年 我們講去年就好 去年申請書多少 沒有申請書 沒有人申請 那就是你們的宣傳有問題啊 連一個一件都沒有 你不覺得是你們宣傳有問題嗎 你們六個管道去宣傳 其實可以做的管道 我們大概都宣傳了啦 感覺像是市民 好像對我們的水處的水質 是有信心啦 有信心 你這句話還敢講喔 你敢講我還不敢聽耶 68年以上 很多的像市長剛剛都講 這個太患困難 我覺得是你們宣傳不夠吧 不是市民有信心吧 不要自己自誇自己好不好 那我們今年有在修正那個要點 來 研考會 針對這個政策你們有沒有進行研考 沒有人申請這個 根本就是這個政策出了問題 不然就宣傳不夠啊 是 有沒有研考嗎 這個我們目前是沒有納入浮管的計畫 為什麼沒有研考 因為我們 剛剛你沒看到市長在影片講說 這個喝多了大家都秀斗嗎 難道市長 你要害市長讓大家喝到都變秀斗嗎 我在想喔 沒有人申請一定是 一定是那個 什麼地方有問題 不好用 不好用 就是沒有人申請 不可能一件都沒有啊 不然就是那個申請的門檻太高啊 大家都 可能是那個不切實際還是怎樣 我想這個要 那要怎麼改善 多久時間 可能政策要回去檢討 為什麼大家不申請 不申請一定 人民就是有力他就會做 還有三萬七千多棟耶 68年 那是裡面的簽管 裡面的簽管要怎麼換 如果是在房子裡面 那我可能換 難道繼續用簽管嗎 家戶的簽管繼續用嗎 我們其實現在因為沒有人申請 所以我們修了那個要點就是 可以先做水質的檢測啦 就是這部分我們也有補助 就時報時銷這樣 因為4月25號才要點才更新 就看今年的成效怎麼樣 你說有補助 可是目前我們跟你調的資料 有關台北市建築物水質檢測 及水內線簽管更新的補助要點 目前沒有申請案件啊 對因為這個要點 那你講有補助有什麼用 4月25號才重新再頒布 就是加了一個水質的檢測補助 不是啊你106年你就有訂了這個耶 106年你就有 對106年沒有水質的檢測 今年開始有 為什麼今年才開始 因為就是剛剛議員提到了 大家好像沒有直接來申請換簽管的補助 那我們就在進一步實施 那先來做一個水質的檢測 這是比較簡易式的 如果民眾發現水質有問題 那他就可以來申請簽管的補助 不是啊你現在在睜眼說瞎話嗎 106年5月31號你自己上面名稱是 台北市建築物水質檢測及集水內線簽管更新補助要點啊 那你現在跟我講說是到今年的4月才有檢測 沒有沒有 到底是我看錯還是你 你在呼籠我 我再補充一下 4月25號就是因為以前都要公益大廈 那我們現在有放寬那個申請的資格 不是啊那你106年你剛跟我講說沒有檢測是怎麼回事 當時因為需要是公益大廈的人來申請 那我們今年就是有放寬了 沒有啊你那邊有沒有寫說專門是針對公益大廈啊 應該跟議員講喔一個政策推出去喔 如果一年執行率是0 表示這個政策有問題 我們回去再檢討了 這個整個政策有問題啊 那市長那你覺得最大問題是什麼 會不會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 這個申請這個補助喔 其實要符合這些要點 第一個申請書 第二個建築物全力證明文件 還有所有權能身分證與印本 這個 到底困難你覺得會出在哪裡 這個這個這個我就不曉得 要去問實際的問題是在哪裡 我想大概最大問題是 屋子裡面的錢館要換不是那麼容易 都在牆壁裡面怎麼換 除非房子都更整個拆掉還比較快 好 我覺得喔這個市長你剛剛自己有講喔 這個一個政策的推動 執行率是0 這個就一定有問題 那多久來會提出檢討報告 我看如果到現在0 已經可以回去檢討報告了 那多久 多久會有一個報告 回去查一個月看看 我們看看這個政策 一個月 看這個政策要怎麼做 這個政策這樣會有問題 好那到底市長你覺得啦 我們到底台北水什麼時候 你剛才覺得人家好笑 說人家的水進軍海外 然後甚至可以放在販賣機 你覺得人家好笑 你不覺得我們才好笑嗎 我們一個政策要推行 然後就執行律事領 結果我們現在笑人家說人家的水可以 可以推 就是海外行銷 然後可以放在販賣機 然後讓人家去投幣去花錢買 人家願意花錢買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這個連 這誰要買啊 市長你現在還敢講說 台北市的深淫水沒有問題嗎 如果是公園那個 那個沒有 那個線路都是在公用的 那反而沒有問題 現在是那個私人的房子 牆壁裡面那些牽管 那真的沒辦法處理 市長因為 正因為你是醫生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更關心 這個台北市民的這個身體健康 畢竟這個牽真的是我們不需要的 這個重金屬 所以希望市長可以再多費一些心思 我們回去檢討這個政策 看哪裡有出問題 再修一修 那也希望研考會以後 在任何政策執行 不要就是 怎麼沒有研考這個也很奇怪啊 對不對 好謝謝時間暫停 好 市長你們先不要回去 市長 市長 嗯 千管的問題喔 其實喔 我跟你講 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每次跑 跑所謂的 林里長工作會報的時候 我都有幫你宣導 嗯 多謝 你不用幫我多謝 多謝 來 民政局局長 市長 市長 嗯 好 你知不知道你宣導的方式 我跟你講 我跟人家講法是 大的公 市政府給你好了 給你換好了 中的公 叫你們這棟的大樓的 中的這叫中館 小館就是你們家家裡在用的 叫做小館 中館補助三萬 小館補助一萬 對不對 對 張明生對不對 是 為什麼宣導是 你 包括教育局 市長 我希望以下的話 你聽清楚 我幫你宣導 後來我懶了 我有七十四個歷 我每個禮幫你宣導 我神經病了 我幹嘛去幫你宣導你的政策 你的政策問題出在哪裡 以前的局長 以前的市長 是所有的預算 廣告預算 宣傳預算 政策推廣預算 全部在一個局處 統一發放 可是你現在是各個局處自己做 可是你有沒有考慮到一件事情 社會局會推廣嗎 你聽我的意思嗎 不夠專業 而且資源分配不會均的 水管的問題 就問題出在哪裡 我去幫你宣導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 所有的歐巴桑 蛤?我們家改好了 怎麼可以領一萬 最高上限一萬 代表我對政策了解 民政局我不瞞你說 當時我跟石頭湯 也就是衛生局的 衛生局的石頭湯計畫 社會局的石頭湯計畫 跟衛生局的一些所謂的 你的社會福利 都是你做的好政策 我為什麼幫你宣導 我宣導了十幾個你我懶了 我後來跟衛生局講說 衛生局部門質詢我說 你們要你們的人 只要臨裡座談會要去宣導 結果沒有 那我必須要告訴藍士充腳 曾經我要求你們的區長 會派市導去會派科長去 可是大家都是我趕時間回家煮飯 我趕時間我來這邊衝個場面 我來我有來我有牽個到 我只能告訴你 推廣政策最好的時間在哪裡 就在臨裡座談會 在警察局擴大治安會議 我們所有的區裡面的擴大治安 全部是臨裡長 可是你們從來沒有宣導過 包括教育局 我說的學生警民氣 你花了兩千萬你的政策 我跟你拍拍手 可是呢 花了 真的有在落實嗎 市長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有去拍片 你有去拍片 可是網路上 你可以找瓜吉幫你啊 你可以找網路名人幫你啊 為什麼不能宣導 我常常在講 其實我對你我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覺得你的政策 你比好龍兵會做 可是你差在一點 好龍兵會作秀會宣導你不會啊 水的東西不可以嗎 石頭湯計畫 所有的各科室的科長 各科室的組織醫師 可以到你們家服務 這是好的政策 我都在幫你宣導 可是結果呢 我發覺我宣導的 比你們民政局宣導的有用 因為我每次去到那邊 我就會送個禮物給人家 可是我後來我發覺 我幹嘛替你柯文哲送禮物啊 是你不會善用你的管道去宣導 是你在濫用你的廣告資源 給各個局勢自己去做 你告訴我新工作會宣導嗎 你告訴我警察局會宣導嗎 警察局會跟他講 你每年的廣告預算 現在年輕人二十幾歲退休 剛畢業的當警校的 這些人創意這麼多 為什麼人家外縣市可以拍 而我們台北市從來沒看過呢 市長 你是個智商很高的人 我在這邊跟你講的政策部分 我是希望一件事情 你的陸軍很好用 民政局局長 藍世聰做得非常好 里長很熟識 把你拍得很好 可是你換個角度回來 為什麼水管每戶最高上限補助一萬 居然是零 不是張明生的問題 是你們宣導上面 我告訴你 很多人 我們家中央好了 可以領嗎 他們家為什麼要裝潢 裝潢五樓以下不用辦理室內裝修 你為什麼不往設計師工會下去推廣 他一定要找人室內設計 那一定要找工班來做 可是你永遠在網路上推有什麼用呢 室內設計有沒有工會 有啊 如果你今天室內設計推廣人家說 我可以幫你申請一萬塊 何樂不為 第二個 我告訴你 市長你的邏輯錯了 什麼叫做管路更新是不好的 你不知道現在公寓可以外加管路嗎 升哥 外加管路可不可以補助 他把舊的封起來不用 我用民管第一便宜 第二真的是達到你要的需求 你現在達不出來代表你不知道可不可以補助 你只是希望把舊的管路換新的 可是換個角度回來 我舊的管路我不能封起來嗎 我換一支民管新的更便宜啊 市長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為什麼要花三十萬去換一個新的管 來調你三萬塊的補助 我為什麼不用三萬塊的補助來換一支新的管路就好了 這就是剛才謝維州議員所說的 你好的政策推不動 你自己扪心自問你有很多的好政策 道府服務的所謂的道府服務是什麼東西 我眼科 我腦科 我骨科 我心臟科 因為你行動不便 所以我到你家去幫你會整 好事啊 真的 我都有幫你推 推到後面我說我幹嘛幫你科文哲 你遇到我連招呼都不會打的 我幹嘛幫你推 就是因為你們的陸軍不會做 我希望這個部分你下去審視一下 再者說到 兒童警民氣 你拍了 廣告預算這麼多麻煩你宣導一下 那個不是我的政策 那是你科文哲的德政 我只是建議你你做的好事 可是我到學校去很多校長 只是便宜行事 你市長你到學校叫我做我就做了 他沒有落實檢查 我就說你小時候小朋友 你上課你在新竹上課的時候 檢查手帕檢查手指甲會不會 那為什麼現在不能檢查檢明器 這個我們有定義SOP有提醒的 SOP 你看看都學去查看看 市長你聽我市長 我的目的就是在這裡 我要變成一個慣性 過馬路看到紅燈就要停 這個叫慣性 小朋友遇到問題不要給我亂玩那個東西 這個叫慣性習慣 這是我的基本上 不然我們設那個兩千多萬 每年編幾百萬 沒有意義啊 有啦 現在一二年級要全面推廣 我相信這個力道會 一二年級全面推廣 三四五六年級呢 有啦 今年已經學標了 所以新的學年度 現在七天有沒有幫忙拍片 拍片有沒有人看過 在座的幾個看過 我告訴你 我還是一句話 不是只有學校教育 當你柯文哲 你柯媽媽 柯太太 我們市長夫人 柯爸爸 聽到人家拉緊明器 會不會跑去 不會 那就是社會教育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這種習慣 沒有習慣去幫小朋友 我們的人總是在家裡 叫一下叫跟我們無關的 市長 我今天剛才說這十幾個 那幾個目的就是在這裡 你不會宣傳 對 最後面 我還有一句話就要講 之前 黃珊珊他們的群組 那個質詢組 我在半年前已經問過你了 480會不會有用240 或者是180 或者是150 或者是120 來給老人家鼓勵他出來 你跟我的答案說考慮 你那天給四位議員 你的答案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是不是你要求他們做球給你 沒有 那你會不會考慮這個方向 我跟你講 證老卡擴大使用範圍這個OK 但是要怎麼用 要想想看 而且那個還牽涉到刷卡記 沒那麼容易 所以我只是要告訴你 在半年前我看到這一點就跟你說了 可是你沒給我答案 那他們講的那大家都方向都是一樣 我希望你好好思考 如果說只有我一個議員提出來 或許是我想要討好選 可是那麼多議員提出來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 你可以思考一下 好 時間暫停 看一下影片 還有看到藍營的信義區勇集裡的里長陳永昌出現在柯文哲的活動場子上 讓連勝文非常有危機感也立刻的回方故莊 里長則是澄清說自己絕對是顏色正確很擔心這件事情被拿出來做文章 而柯文哲呢則是二度的在上表明山持續他的成票行程 連勝文跟里長在廟裡直接開獎親切拔鋼琴 因為前一晚在柯文哲的場子竟然出現藍營的信義區勇集里長陳永昌 選舉都這麼不用用這麼不正派的手法 甚至這種我們講說這種比較這個 憲人於不義的這種手法 那我認為在當選之後可能同樣的情況會變得更惡劣 對手拔樁拔的名字 這件事情你應該記憶猶新吧 陳永昌 你記得記憶猶新 我對他個人我沒有任何的批評 可是我的五分譜 其實我憑良心講 柯市長 我對你的整個態度改觀的就是因為五分譜 我國文波現在變成是怎樣 你知道嗎 我國文波現在變得已經是人煙稀少 當我跟你建議的時候 我不瞞你說我講個事件 我第一屆當議員的時候 剛好郝龍斌當市長 我帶著藍圖 我帶著我一個計畫去找郝龍斌 郝龍斌跟我講 洪議員你的方向非常好 我可以做 但是我不能做給你 我說市長 你覺得政策好 我那時候還 還很 還很說 欸 我拿出來不怕市長給我押路不錯 那真的可以做 結果呢 市長跟我講了一句話 但是我不能做給你 我說市長 你覺得好的問題 我們應該不分黨派來做 我如果做給你 藍軍的議員 里長會罵我 我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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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八年 柯文哲上任前 我全力幫你輔選 我只希望你來改變五分譜 你也承諾我了 結果呢 你四年過了 我五分譜還是沒改善 理由原因是什麼 我相信你心裡比我有底 當一個好的政策 會不會因為里長的反對 會不會因為地方人士的反對 我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五分譜商圈被吸壓 我可以說你是殺手嗎 五分譜的票 從以前陳水扁在選舉 謝長寅在選舉的時候 五分譜的票 民進黨過半 到了你的時候 過得更多 我相信南市中南局長非常清楚 五分譜在信義區是指標 只要五分譜過半 當陳水扁那時候也是一樣 五分譜給你過半的票 可是你對五分譜的回饋是 ZO 五分譜是這樣 如果有計畫 我們都還是會做 你的計畫是什麼 我給你的計畫 當時你聽了也對 我甚至於公園怎麼規劃 貪犯怎麼規劃 人潮怎麼規劃 我都給你規劃好了 你都跟我說對 可能你貴人多忘事 奇怪這件事 可是五分譜沒有在 我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你柯文哲 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做得到 其他的事情 你真的都做得很好 但是五分譜 我印象中 我們沒有在府裡面 直接列管事項 為什麼 你選前答應選民的 你到我那個地方 每次去都是只有兩三個人 可是我問里長 他們只要有里長提出 一二三四 我們都會做的 不過五分譜真的是沒有 我印象中列管的東西不多 列管的東西不多 沒有 我想是這樣 我也知道五分譜整個 他的產業很難救 所以一直在想說 他整個產業要一個轉型 不然如果照原來的方法很難救 市長啊 當你在蓋公宅的時候 我五分譜現在到底怎麼辦 我不知道 我現在也不敢要求你做 做下去不成功 都是洪建議來破壞風水 如果做下去好的話 都不是我的事 都是你的功勞 其實我OK 可是換個角度 我現在不敢要求你做的 因為 TIME已經過了 房租已經掉了三分之一 三二分之一了 那是因為你當時候可以規劃的時候 你不規劃 那到了現在 我問你 你說我沒有列管 你頭抓一抓 不是啊 五分譜如果有計畫 你知道我們都可以處理 計畫 早就以前跟你講過 你選前 你希望我幫忙的時候 我幫你拉台的時候 你就跟我承諾 到現在 你跟我說沒有計畫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如果你有 這個可以調資料 如果有一二三四 因為我們都在列管 你知道 都是一二三四 如果議員對五分譜還有 有意見 我不敢了 我還是 我還是都會 當忙都會做 有什麼我不敢了 如果你如果放下去 五分譜沒騎 洪建議叫人來破壞風水 不會啦 不會啦 不過五分譜的產業要轉型 如果照目前的產業是蠻麻煩的 真的 從這件事開始 我覺得 你可能貴人多忘事 我選前就跟你講 你選前我就跟你講 我幫你造了台北市所有議員 最大廠的造勢 是我洪建議幫你的 你那天跳著上車 後我不知道大進場這麼爽 是你親口跟我說的 可是你現在跟我說 我公布沒有列 我們開始開會 接下來是第十一組質詢 由童仲彥議員 時間四十分鐘 請開始 市長請 市長 因為這個會期 我全力在推台北市 來設立合法的性專區 所以 因為鄉民反應很熱烈 他們希望說 我可以送市長禮物 首先是我身上這一件T恤 這我在蝦皮拍賣 一件賣三百塊 賣得不錯 已經賣了好幾萬塊 那這一件叫做 全打假掰T 那等一下送給市長 希望市長能夠套著 圓一下我們鄉民的心願 今天能夠說實話 那另外 這個叫做 你跟那個蔡阿嘎說的 了不起負責要問童仲彥 所以現在了不起負責 有相關的這個系列產品 這個叫了不起負責面具 那等一下我們相關的這個 首長如果你答不出來的話 就用面具把臉遮一下 那可能這吳英林吳總先準備一下 我等一下第一個問你 我現在先送這個禮物 還有我這個看板 希望說我們這個信專區的iVoting 趕快來辦 先把這些禮物來送給我們市長 這是要貼這裡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先請市長收一下 好不好 市長要戴嗎 你拿兩個比一下 你拿兩個比一下 這邊 右邊 先右邊好了 右邊有拍到嗎 中間 左邊 衣服沒有拉開 這可能再換個方向 因為後面那一面叫做垃圾不分藍綠 中間 這邊這邊有拍到 好 那我面具多放幾個在這邊 那我們先請這個 吳英林吳總 好不好 幫我貼一下 吳總我想請教你 今天 就說你吃魚刺 這過程是怎麼樣 市長已經公開說不能吃魚刺啊 你為什麼去吃魚刺 什麼狀況 五月十一的時候我們應產地之邀 然後到高雄的產地去視察 中餐的時候產地就請我們去了餐廳 但我們事先也不知道產地會帶我們去哪裡吃中餐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當間的猜測 這個監視器 你這保母沒有看好嗎 來 繼續講 吳總你繼續講 為什麼會吃魚刺 所以呢 當他上了魚刺的時候 就是我基於我自己個人的理念 我是不吃魚刺的 所以我沒有吃 你沒有吃 那你為什麼那個時候市長已經有交代 已經有交代說不能吃魚刺啊 那你為什麼會去參加這個魚刺宴 不是餐廳並不是我們找的 餐廳是產地找的 所以我們事先到那個餐廳之前 我們並不知道我們到產地會被帶到哪一間的餐廳 然後那一間餐廳的菜色會怎樣 我們事先是不知道的 因為我們是有產地來替我們安排 所以帶你去吃什麼你就吃什麼 你叫做最聽話的250萬的實習生 是不是 倒也不是這樣子 那因為去了我們當然是 我們其實北農這間公司呢 跟每一個產地其實都保持一個很密切的聯繫嘛 所以我們尊重產地帶我們去哪一間餐廳 不過是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理念 我沒有吃魚刺 你一口都沒有吃 對 因為我 我 在上那個魚刺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阻止說 魚刺都已經上上來了 可是我自己是不吃魚刺這樣子 市長你怎麼看 那你這樣要求的話 那以後他們出去是不是看到魚刺送上來 沒有 我們現在是規定是說 如果是市政府的餐飲 我們是不會 那個點菜的時候不會點魚刺最一樣 不過是如果是人家請的 我們就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事先沒有辦法去審了人家的菜單 那以後看到這種情形 是要先當場離席 還是要怎麼處理 還是要怎麼處理 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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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常常吃完了都還不曉得那個是魚刺 你吃完了還不曉得那個是魚刺 我吃完很快 通常吃完都還不曉得剛才吃了什麼東西 不過是我們自己台北市政府的餐 有那個宴會的時候 我們是有規定是說不會點魚刺 那吳總你知道那是魚刺嗎 我知道啊 你知道現在最嚴重的是一個觀感的問題 因為現在包括整個香蕉的價格 整個這個菜價的問題 人家認為說你沒有把相關的問題處理好 然後現在你被操作說你去吃魚刺 其實我也是不太願意問這個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是某參選人在操作的議題 我今天是印媒體要求 但是我覺得你答題答得很爛 我覺得你的保母沒有交好 你就說你一口都沒有吃嘛 你會把你該做的事情做好 這樣不會答 對不對 你還會面對到這些問題很多 可以嗎 保母怎麼樣把它交好啊 保母人家說你帶著一個250萬的實習生 你怎麼樣把它交好 市長你笑的意思是什麼 沒有他會盡力 他會盡力 你也覺得很難就對了 不是啊 不是啊 他那個他在萬華當的區長當很久 對地方生態很了解 所以是最適當的這個顧問人選 對啊 我們前黃區長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知道說他退休以後淪落到當保母 當顧問我是恭喜你耶 但是你最大的責任是當保母 你接下來怎麼做 尤其是遇到這種事情 這個吳英寧一定是 國民黨要選舉在操作的一個利器啊 我們請教一下黃保母 這個到產地去是課稅主辯啦 事先不知道人家要請一次 如果事先知道的話當然必別 到了現地以後知道是一次 當然就不吃嘛 可是要離席的話又是不禮貌的行為 但是我想那天他一口都沒吃那就對了 好 所以你以後他吃什麼你都要顧著喔 是的 OK 好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好不好 請你們先 這個問題我們先這樣 那我們先放一首這個饒舌歌 這是職業饒舌歌手寫給我的 他們知道我在推這個信專區 大家非常的支持 我們先聽一下這個饒舌歌 我們看一下歌詞 好 開始 我要不要現場唱一下 麥克風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麥克風效果好像不是很好 如果我是草包我何必到合上 若是新工作的心聲誰幫欣賞 我抵抗上去得到成福間中央發貴的回應 我上上等待但是卻是妙無音訊 有人說這不大盡並可處理這問題 或許對你來說這是無謂的小事情 那不管他人心情不受理他人情緒 但我在藏進去 但這是更多人的小事 雖然你什麼都不管 整天在家裡都關 也不管你把運動國際調加工法案 好像全都跟你無關 還輕鬆值得辦 而我側嚴難面想著到底該怎麼辦 這位法都休了多久 比萬里長生還久 這條道路怎麼走 這屠你誰來受 有可能心衝動成不會再吃飯做 但別忘記這題案是阿東正說過 你看直播這個鄉民說叫我阿童要遛一波 所以我好像不能不唱 我說做人不要這麼憂奔 你聽我說你的過程沒有第二 你聽我說怎麼聲音拉掉 聲音要出來啊 我說做人不要這麼憂奔 你聽我說你的過程沒有第二 你聽我說你聽我說 有的人長得帥甚至還個人愛 有的人生剛愛也會被懸崖 那賽 只是早上比較醜也只是稍微在 美女太過現實對她們不理不睬 不敢搞賣因為愛或失敗 設立新專區對她們會失災 現在都已經是什麼時代 關於心外何而不能自由自在 我不怕你們說我的下巴真的超狂妄 也不怕被欺負的業績從此會下降 大家永不難言當多都是不敢講 我做對的事並不是發表感想 反正我都已經黑了 沒什麼能夠再說了 那就繼續這樣做著 就會你們真是想要的 不敢發生就當hater 我的臉書發生hater 機會是靠近爭取得 新專區是我提議的 我只會唱歌 你聽我說你的過程沒有第二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 聽我說 你的人生不與無二 聽我說 做人不要這麼愚蠢 你聽我說 你的過程沒有第二 你聽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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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次喜歡 人 有心轉去那邊 不是錯的 別套了 I say motherfucker 你不用再次喜歡 家裡 進工作者 請尊重他們 有心轉去那邊 不是錯的 別套了 好 這一句跳過 市長 剛才這歌詞第一句 有特別講到 如果是藏法 我不必要來當和尚 這一句話是取自於 我們做了很多田野調查 包括對這個 性工作者 他們的處境 那我也拍了一個短片 這個短片也 我們也放給市長看 好不好 來我們準備一下這個片子 這個叫做暗處也應該有正義 你為什麼覺得有心轉去 會比現在還要好 他等於是 台面上合法化 所以你覺得合法是 對你比較有保障 對我們比較有保障 不再次不合法 我要躲進他 我們不是贊成說 男人可以光明正大去調劑 不是這樣 不是每個人都有老婆 不是每個人都有喜愛 或者是你朋友 男朋友 還是會有需要的時候 你不去哪裏 有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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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條的啊 一面條的啊 不然要讓他學的 就說會 我花很多錢還不可以這樣 也是會的 那像這怎麼做 我的做法是 剛才怎麼沒有 我有一種卡 我讓他學的開機 我要怎麼做 就是 穿 穿到時間結束 在我欠很高 很高的錢 我就是 拼著很緊的時候 三個月都在製品裡面 我這樣越緊張 前輩人跟塞的 那塞的 前輩人跟塞回去 就是拿一塊 棉花之類的東西 把它塞回去 塞著 然後大概一兩個小時 就把它挖出來 換一個新的 你覺得這樣對於自己的身體 也是 比他一個 對嗎 你要賺錢 要賺錢 日日會 期會 時間會 這些都是 時間到他們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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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做的本金 只有五萬塊 可是你 十天一到五千塊 就會提出 你進來之後 你步步出來 就會變成五萬元 十天後 你就要做五千塊 那五千塊 再進一步出來 又大了 一開始其實我也是很反抬 就是怕說你們在成立性專屬的同時 在未成立跟成立當中 你們在 跟立法院 跟誰在 在爭取的時候 這一段時間 我們都是空床 其實都不用算 警察一定來 我們吃什麼 小孩子在幹嘛 你們一下子兒童要保護 一下子什麼東西要保護 想是一套 做惡事一套 我們根本沒有保障 不是誰都願意來這邊 誰願意來 能不能成立 成立的同時 我們就要二一大段時間的肚子 這段時間誰來幫我們 你越來越難在現在這個 社會上生存 我必須要 就是從事這份工作 我才能夠養得最長的小孩 現在 已經有 我們網友說 他看了想 想哭了 那我不知道 市長你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這個是這樣 應該要有 這個社會要提供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讓人家賺錢 應該要讓他們可以賺錢 不是 我說有一個其他的方法 讓他們可以賺錢 就是說 怎麼講 這個社會還是有這種弱勢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好的辦法 不過他還是存在 他還是存在 那存在我們應該怎麼面對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市長你要怎麼面對 其實關於你這個問題 後來我是叫秘書長跟研考會主委 他們去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去討論說 到底要怎麼取得社會共識 所以 這個秘書長好像已經開了兩次會 我請秘書長報告一下進度 秘書長先等一下 市長你知道 其實設立信專區 這個主張 在地方首長裡面 已經有人主張過 如果你要做你也不是第一個 誰啊 你知道嗎 來我們上這一張 張通榮 張通榮在 2011年在11月6號 他在議會答詢的時候 他就對設置信專區 他曾經表示基隆是國際的港督 信工作者存在已久 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法以後 將積極僅各區 各區區公所 徵詢地方的意見 其實包括 在這個 2014年之前 他也有行文去內政部 也做了相關的規劃 預計在武篤 武篤跟南港隔壁而已 要來設立 後來換了市長之後 這個案子就胎死腹中 我們再下一張 這個是現在台灣的一個 結婚率 跟離婚率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 這結婚率呈現下降的趨勢 初離婚率 這離婚率是往上走的一個趨勢 所以這個產業 我們的確 有其必要性 市長你好好思考一下 在這邊 我讓您心情稍微輕鬆一下 我問你一個問題 市長你有沒有接觸過相關的 所謂的性產業 你有沒有接觸過 沒有 都沒有 產業 這個 產業很大喔 我讓你回憶一下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這部片子 讓你回憶一下 讓你回憶一下 這四年前你講的 我們直接跳到中間 而聽到了連 料柯文哲還是得職業 讓類固醇吃四十蜜蜜 然後到中間 只能吃類固醇硬撐 只能吃類固醇硬撐 相較對手 連勝文被周玉扣爆出 求學時就參加兔女郎趴 過著奢豪生活 連柯文哲都演 我們是沒有前去而已啊 對不對 只有先念去喔 不曉得 如果有人請我 我說我也會去 我們是沒有 第一個我們不認識那種朋友 第一個我們沒有前去 這話也說得太直接 柯文哲還四爆 在美國讀書時也曾去過 拖衣五酒吧 美國有沒有去過那種拖衣五酒吧 美國有沒有去過那種拖衣五酒吧 有沒有 這個 有沒有 我在美國住那麼久 怎麼會沒有 那個兩塊錢而已 我不說連勝 對 我不說 哪有跟他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打出來講幹什麼 難道他連小時候 拖衣五酒 就這樣 市長可以回憶一下這一段過去嗎 你說去美國 對 對 有啦 那個我在 明尼蘇達州的首府 他們有那個拖衣五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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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看 table dance 兩塊美金 還是你有private dance 沒有啦 那時候 那是1993年 我們那個實驗室那個 那個 那個美國同學會帶我去 嗯 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 你只有看這個table dance 沒有 美國的 美國的都只有這樣而已 只有這樣 林卓銘局長在那邊笑的很燦爛 我去的 我去的那一家只有這樣而已 可能有所保留啦 但是你有講到這一段 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真男人的展現啊 沒有啦 對不對 其實這個產業的確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是一個 Maslow的 需求層次理論 的一個金字塔 這裡面有高消費 低消費 它的市場需求 基本的性需求 基本性的需求 安全需求 愛與歸屬的需求 尊重的需求 自我實現的需求 那像比較高消費 比較金字塔頂端的 它是以伴遊包養的方式 那接下來有高級酒店 牛郎店 招待所 酒店 李榮KTV 等等 這牽涉到違法程度的高低的問題 所以也請秘書長 你們7月 要在民政委員會 要回答我的問題的時候 你們回去做個完整的研究 再下一張 這是人民陣線 他們所整理出來的 叫做情慾資源的金字塔 這最頂端 有講到王永慶 蔡英文老爸 那接下來是柯P夫婦 很不巧的柯P夫婦 下面他排的是王世堅 這到底相對的 在這情慾的金字塔裡面 他們有可能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現在要強調的 為什麼 主張 我們要一個完整的 這個情慾資源的金字塔 我們除了這個金字塔頂端之外 我們要照顧到 包括金字塔底端的 我們所看到的 22K的貧窮青年跟肥宅 這旁邊有寫 左邊這裡寫 五姑娘是永遠不離不棄的好伴侶 那再來 獨居老人 遊民 重葬者植物人 只能露水因緣 省吃鹼用 未打一炮 重葬者植物人 有社福就該感恩 彈性需求太奢侈 所以之前五月五號 有辦一個守天使的遊行 這是一個我們應該要嚴肅 來面對的社會問題 再下一張 馬英九 他16年前就去荷蘭來考察 16年沒有作為 作為柯文哲 柯市長 你一直主張的進步價值 我們應該 我們覺得你應該有所作為 來 再下一張 這是之前民眾所提的 他署名叫做耶穌 他提的這個案子被你們打掉了 你們說這屬於中央部會的權責 但是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九十一條 地方政府可以因地質疑來設立 合法的一個性專區 地方政府就可以做 來 下一張 這個是我 我昨天 我已經對iVoting 我來提案 這是我提的案子 我為什麼要提這個案子 五月十號秘書長開會以後 對媒體說 你們要辦iVoting 為什麼到現在 以市府 你們可以主動來發起的iVoting的案子 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做 同樣的Yahoo奇摩 他們也做了網路的iVoting民調 從五月十一號到五月十四號 非常同意設立性專區的有六成 同意的有兩成 加起來超過八成 為什麼五月十號開會之後到現在 一點動作都沒有 iVoting 什麼時候可以做 市長 市長 市府提案的話 大概有個程序 我們現在 就是局處在研究 那如果是外面 要研究了 要研究多久 我了解了整個提案的過程 大概要四個月到六個月 四個月到六個月 我討論都怕夠啊 四個月到六個月 現在很簡單 我知道你們就要推委卸責 我提案 做一個議員提案 一般民眾提案 從完成階段 我已經完成提案到審核 你們十天 要減核 看通不通過 十天 我跟你們講 十天給我答案 十天減核通過 三千人的覆益門檻 以我現在的實力啊 兩天達成 你相信嗎 你十天以後 減核通不通過 十天 十天 現在只有十天 耶穌的提案 你十天打掉 依照民眾 所以 市長 你們弄這個i-voting 市府裡面已經有案子在討論 結果說要半年 那比民眾提案還慢啊 你們市府的效率那麼差嗎 這是市長所說的 有什麼案子交給市長說最快 原來是那麼快 所以我自己提案啊 十天而已 市長 我們那個i-voting好像有一定的流程 對啊 就十天以後要減核啊 對 那個如果是 十天喔 市民提案的話 我們會按照那個流程走 沒問題 好 十天 我十天後等你的答案 我就知道你會跟我拖 我就知道你會跟我拖 市長 這是你們的效率 市長 你回去 你叫你的幕僚專家 你去算一下現在這個議題的流量 你去算一下 你真的去算一下 你真的去算一下 這種東西可以這樣應付嗎 你交給秘書長 他這樣應付 他說半年 我十天啦 我以一個市民的角度 我一個議員 我以市民的角度 我十天就可以要你們答案 你跟我講半年 市長 我們那個i-voting有一個標準的作業流程 十天就要減核了啦 市長 跟這個議員報告有些說 十天是減核啦 他會不會成一個議題 然後要去討論 對啊 我就要問你看你減核過不過 我馬上就要你答案啊 你過的話 我在這邊 我三天我就過你三千人 要插一下 你如果敢到我三天以來 跟你送過三千人 網路上 讓你們知道這個議題現在多重要 你們不要害客市長 現在大家對這個開放價值的議題充滿期待 我今天隨便設個陷阱 鼓咬就捨出來 市長 怎麼樣督促這個議題 就按照 我們就按照那個i-voting的SOP 我們有個流程表 就照那樣走 對啊 那市長為什麼市民提案 會比你們市府要提案還快那麼多 市民提案十天耶 你們剛才比市長說要半個月 四個月到半個月 做完全部流程就好了 那我是市民提案 我給你十天而已啊 你就只有十天 十天我們是檢核那個案子成不成 對啊你十天以後你就跟我檢核成不成啊 是可以 好不好 來我再給你看各國的性交易的管理模式 我原本不要跟你講那麼多 你們七月初要報告的 芬蘭 私下買賣是合法 非法在公共場所18歲以下 未成年 未成年人拉皮條是非法 德國也是合法的 裡面這些資料你們慢慢回去讀 我先幫你們做一個解答 再來 紐西蘭 紐西蘭的部分我為什麼列了一整頁 其實在你們看第10點 2008年英國的婦女研究所 UK Women's Institute 這個字有一個控格錯誤 調查 紐西蘭的性產業立法是最好的範例 值得其他國家來學習 我不知道你們這些功課做了沒有 回去做功課 下一張澳大利亞是否合法 是合法 裡面內容 荷蘭的部分是 丹麥的部分 1999新工作儲罪化 前提是 新工作為 新工作者唯一的收入來源 美國 極大部分非法 少數合法 日本 其實日本的有擦邊求性的服務 遊走灰色地帶 包括風俗店一條街等等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的研究做得怎麼樣 我現在先給你們一些線索 你不要7月出來的報告被我打槍 我為什麼會主張在臨申北路 來下一張 臨申北路這一帶 就是社會秩序維護法裡面 所說的商業區 它一個是商業區一個是油氣區域 但油氣區域不能有 兒童相關的這個油氣的設施 所以我 為什麼會主張在臨申北路 這你們可以去做一個調查 那另外我剛剛所講到的這個 性產業結構的金字塔裡面 除了這個酒店俱樂部中階高階的之外 我們要對於弱勢來照顧 在那邊調通 有沒有辦法做一個類似河窗 荷蘭櫥窗式的一個設計等等 這些想像 我覺得你們要去調查 我已經給你們一個方向 因為這條件一個是商業區 一個是在油氣的區域 你們要去調查 不要什麼東西都跟我說不 不要什麼東西都用時間來拖 我今天彤仲彤就是一個市民的立場提案 十天我就要你答案 我今天如果不提案的話 你要跟我拖四個月到半年 我為什麼會做那一張 早就猜到你的答案了 別想閃別想躲 你就算想要跟我打躲避球 我以前打躲避球也是 我要打誰就打誰的 不用想要什麼 沒有第二 再來 這是台北市政府 查獲妨害風化的案件統計 整個高峰 從99年到107年 比較多的都在萬華跟中山 萬華為什麼不適宜 因為社會秩序維護法裡面 有規定 不能設在寺廟旁邊 學校 教堂 萬華龍山市周邊不適合 所以我會主張在中山分局 而且這個設下去以後 是不是相關的這個貪獨的案件 跟酒店跟這個設勤業者勾結 我們可以好好的辦好好的來查 再來 八大行業集中的也是在中山區 來下一個 旅館集中的中山萬華區 來 再下一張 我包括 其實這整個性專區設立以後 對整個我們疾病性病防治的幫助 HIV感染以萬華中山為最高 美毒以萬華臨病與中山為最高 所以這個熱點在哪裡 應該設在哪裡 這個都是你們可以思考的一個要點 那再來 台北市近十年的性病發生統計 一個是HIV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熱點落在萬華跟中山 但是可以來比較 我等一下請教一下柯市長 你們可以看到 男性有那麼多被驗出HIV 為什麼女性那麼少 為什麼 來下一張 同樣的美毒的部分 也是集中在這一些區域 為什麼男性的數字那麼高 女性那麼少 來下一張 這是靈病的部分 靈病就是比較散步 我想請教市長 我們防疫上是不是出了大漏洞 男性的數字如此之高 女性的數字如此之少 我們把它先推到HIV那一張 這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們的防疫是不是出了問題 如果繼續讓性交易地下化呢 有沒有可能性工作者 他本身帶有這些傳染病 他沒有去檢查 一直持續的在工作 而且那是不是這些男性染病了 要留在住了 回去要面對自己的身影 需要去看 需要努力後出家 這個差距太大了 市長 市長你看到什麼問題 性病還是需要原投管理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男性的數字比女性高那麼多 為什麼 這個病本來就是浩發在男性 女性的那個 HIV 比較不容易 你不覺得我們這個防疫出了問題嗎 這個HIV這幾年來 數目還是有在增加 你看男性喔 他可以到40到50 女性都在5以下 是不是可能女性都沒有驗出來 或者是你們這個整個性病的管制管理出了問題 這會亡國亡種 市長 你是不是看到防疫的問題 有沒有 性病還是要做源頭管理 這個 這個這個 源頭管理你繼續讓這些性交易地下化嗎 你看到這個數字 我覺得 是不是 你看到了問題吧 對啊 我們的HIV的發生數還是在增加 那這男性跟女性的數字之間 為什麼那麼大的差別 HIV本來就男生比比較多 因為他的傳染方式還是透過那個 那下一個呢 下一個 那個男性比較多 因為是男男性行為的關係 來 梅毒呢 梅毒呢 梅毒的部分 梅毒就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氣象 有啊 你看這個數字啊 男性跟女性的這個比例也是差很多 而且 而且剛才 局長你講說是因為男男性行為 我覺得你這個有一點歧視了喔 沒有這個我們的統計是這樣 我們昆明房治中心有數據在那裡 不過梅毒也是男生多啊 奇怪 林秉我知道 我知道有那個 是那個代言者 但是梅毒我就不曉得 所以 成立合法的性專區 對這個防疫的幫助啊 定期要做健康檢查啊 你們這回去好好的思考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大 來再下一張 我現在還要來講一點 我們請體育局 這個是台北市立大學 當初世大運 有留下來的 這個人工草皮 現在晚上 都是沒有燈光的 馬上 六月底世界盃足球賽要到了 現在包括在天府地區 我們台北市 這個足球要發展 這整個俱樂部的發展相當重要 世大運也用了那麼多的錢 這些人工草皮 你們現在放在那邊浪費 而且沒有相關的維修經費 你那人工草皮下面的那個人造沙等等啊 隨著使用也會越來越少 這場地會越來越滑 好 我現在要求你們 你們這個場地 晚上應該要增加照明的設施 可以嗎 我想跟您做報告 這件事情 我們在兩個禮拜之前 您在教育部門質詢的時候提過 我們已經跟市 市議大學有聚會看過了 那現在正在等待他們的回應 因為依照我們現在委託的辦法 是如果我們設好燈光之後 日後的建設費用是體育局會負責 但是日後的電費 你們去討論 把它做起來就好 來下一張 這個是我對足球產業的主張 那市長 剛剛講到信專區的成立啊 那這個問題 你交給秘書長 我們看到 其實他的態度是極為閃躲的 他想要越拖越久越好 市長你可不可以 可以現在 我們廣大的支持你的群眾講一下 這個問題 你什麼時候可以 我們的相關的自治條例 可以出來 你什麼時候可以給大家一個答案 市長 這是按照流程走 他的流程說要四個月到六個月啊 一個iVoting本來就想要敷衍啊 那全部走完是要這麼久 那現在我已經用市民的身份提案啊 十天啊 十天你看審核過不過啊 他過了還要再成案 成案還要再開空間 對啊 我說要成案連署嘛 市長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對這個案子的態度 就是這樣啦 就你剛才的數據看起來 當然他是應該 就是說性病的這種問題 其實還是要有源頭管理 但是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 在社會上要有一個共識 所以我倒覺得在 如果成案以後 透過這個座談會 或是公聽會 討論 慢慢開始讓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地步 所以讓這個社會 開始來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就 衛生政策的管理 來講的話 他還是 有源頭管理 是 是比較 在公共衛生來講 是比較方便 這信專區的設立 不就是源頭管理的一部分嗎 那另外市長 你所要的社會共識 你這個案子一過 我就跟你講 你三千人的連署 我三天讓你過關 好不好 絕對比他們那什麼大巨蛋 還快太多 我讓你看一下 大家的這種凝聚力 不過有些跟中央的法令 還是要去處理 因為他目前好像性交易 不能作為公司行好的營業項目 那看你們要弄在什麼營業項目裡面 這有的是地方自治的範圍的 你們看怎麼樣去討論啊 反正這個iVoting 我就不相信 你可以把我否決掉 你如果功課做的比我還多 那你來挑戰我 問題今天我功課一定做的比你多 還否決看看沒關係 你一過我三天給你充三千人 連署讓他過關 好不好 好 直進到 接下來是十二組 質詢由陳聰文議員 陳一舟議員 應曉威議員 歐陽榮議員 李富中武議員 葉林傳議員 陳永德議員 時間是280分鐘 今天要用40分鐘 上餘240分鐘由明天 那請開始 各位主席 那個那個那個中央 不好意思啊 我那個先拿掉好不好 市長 市長 公宅的部分 那個 你任內現在如火如荼的 新建 也有很多公宅也開始入住了 入住了 然後那個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的我們的 這個松山區的健康公宅 也完成入住 也完成入住 然後他們分別在這個 2月22號抽籤嘛 抽籤 然後在4月23號到27號簽約 然後5月1號點交入住 6月1號起租嘛 沒錯嘛 那這個入住的時候 這個公宅健康 松山區的健康公宅 它是裡面有很多的一些 脫嬰 老人 老人的日照 脫嬰中心 還有那個老福的一些 那個社會福利的一些公共設施嘛 對不對 市長 那前一陣子 那個我們所謂的脫嬰中心 好像也那個成立了 成立了然後 今天應該是報名的最後一天 然後晚上7點就準備要抽籤了 市長 這個松山公 健康公營住宅 它大概有多少戶的住戶 五百多戶 五百多戶 五百多戶對不對 五百多戶裡面 也有我們原住民的鄉親族人 市長我今天要跟你討論的就是 那個 脫嬰中心啊 那個脫嬰中心 本席有接到我們的 我們的族人鄉親在跟本席反映 反映 因為有健康公營住宅 才有社會福利這些機構 存在 存在就是主要 主要就是因為公營住宅 這麼多戶進去之後 還有老人日照 日照 日照 還有那個 可能未來的公教 或者是未來的 那個 現在準備要執行的一個 拖嬰機構 那現在來了齁 好奇怪的一個問題 因為有了公宅才有脫嬰中心 然後結果住在裡面的公宅的住戶 卻不能去申請 申請這個脫嬰中心 本席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當初的資格審查 在入住這個公營住宅的時候的資格的審查上面 並沒有所謂的什麼 涉及滿六個月的這個問題 可是現在拖嬰中心是有的 涉及滿六個月 那但是這個 他們入住怎麼可能滿六個月 根本沒有到六個月 怎麼會有這個涉及滿六個月 那就擺明了就是 擺明了就是你設了一個 設了一個拖嬰中心在那個地方 但是呢 我不是服務你們 不是服務你們這些 健康公宅的這些住戶的 然後當然我覺得 服務全台北市民 那個意念是對的 但是這個拖嬰中心 是因為公宅而有的 然後結果公宅的住戶 他們自己有小孩 自己有小孩幾個月的小孩 想送去 完全不得其門而入了 不得其門而入 我覺得這個很不合乎邏輯啊 市長 市長你對這個案子 因為我之前有跟社會局局長 那個那個 不 有跟社會局的同仁討論過 社會局同仁也是覺得 非常不合邏輯 但是現在已經公告了 我們要想辦法來補救這個問題 而且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是一個個案 但是我相信他絕對是同案 未來絕對是同案 因為你不能夠 因為齁 不能夠今天都八局 他用一個標準 然後讓青年 原住民或是特殊身份的老人等等 去申請了一個公宅之後 申請到時候 然後他裡面所有的設服設施 我都不能使用 好怪喔 市長 你自己覺得怪不怪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嘛 真的很奇怪 市長 你這樣認同就對了 齁 那 這個個案齁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鄉新竹人 他也是高知識分子 他也是學法律的 他早在齁 兩個月前 他已經提出他善意的告知社會局 說你們這個條件齁 就是因為他去查台北市的拖嬰的條件 拖嬰的那個拖嬰機構的條件的時候 他說這個條件可能不適合在我們這個喔 健康公仔這個部分喔 你們要注意喔 未來這個要那個開辦的時候 可能就不可以將這個戶籍等等的一些 一些這些嚴苛條件擺進來 這樣會影響到這個 因為他他才住進來兩個月 怎麼可能會有半年的戶籍社會 而且要雙方部 雙方父母都要涉及滿半年 好奇怪 他兩個月前就有提告知 善意的告知了社會局 社會局的同仁居然跟他講說 這規定就是這樣規定的啊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你到時候拉白布條啊 沒有 這樣子跟人家講耶 不會吧 人家發現了這個問題之後 來告訴我們 那我們現在跟社會局講 你們現在有沒有什麼補救措施來局長 來 報議員這個 拖映中心原來要 就是有規定父母雙方要涉及六個月 那個是因為拖映中心服務要全台北市 因為我今天要問的題目很多 所以 所以 你直接告訴我 就這個案你要怎麼處理 這個個案上是這樣啦 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補救 市長啊 我先講 而且這個案 他早在兩個多月前就已經告知你們了 我先講通案啦 通案上就是說這個拖映中心 不 拖映中心涉及 因為我們拖映中心在有很多地方 所以涉及六個月是要說服務全台北市民 那沒有錯 那就這個案 那如果是公仔 他的第一樓層有拖映中心的 那公仔的住戶如果是從外地抽中搬進來 他不具台北市市民的戶籍的身份 我想這部分我們是可以來研究 看看說是不是有更合理的做法 對不起我現在要問 局長直接回答我這個個案 如何彌補 其實站在我們整個拖映中心的管理上 以法不溯及既往這個個案 我想我們健康公仔也沒有辦法再處理 局長法不溯及既往你講對了 但是法齁還有一個不能損人民之權益 如果你今天發現到法 是有他的問題存在的時候 你當下就要去終止 或者是去做補救 讓這個權衡平衡起來 市長你覺得這樣有沒有道理 而且欸 市長啊 他說那個局長講的沒錯 法不溯及既往 但你兩個月前就已經告知你 他也是學法律的 法律系的高材生耶 他就已經告知你了兩個月前 但是我要說的是這樣 就是拖映中心的整個管理我們 本來就是說對全台北市是公平的 市長對不起喔 因為我要問的題目太多 你現在馬上回答我 這個案怎麼處理 其實為什麼要涉及滿六個月 要涉及就好 因為涉及滿六個月 我們是說 本來是拖映中心要保障台北市原來住民 因為我們也怕說拖映中心會有福利遷徙的願意 市長我們抽籤喔 我們抽籤喔 健康公營住宅的時候 是沒有涉及滿六個月的喔 沒有這個問題喔 只要在台北市有工作的喔 有工作就可以喔 然後結果他抽中了進來的時候 他戶口才簽入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 他怎麼可能因為這個才入住才兩三個月而已啊 怎麼可能戶籍滿六個月咧 市長怎麼補救快一點快點 這個個案你未來通案將來怎麼處理 我沒有意見但是你們已經有警惕了 這個個案怎麼處理怎麼補救 因為他兩個月前就已經跟你們市政府講了喔 而且你市政府不理睬還叫他去拉白木條 那現在我在這個議員現在代表我們這個春新人 市長給我一個理由 給我一個補救方式 因為你突然問你這樣我就不曉得怎麼回答 市長你先回答我你願不願意補救 那補救應該是說讓他 問題是現在都站滿了他也沒有機會了 對啊 那你還是要補救他 想辦法看他這個這個 你用什麼方式啊 就是就是 問題是 現在的規定也還沒有 請他來排隊抽籤 但是都已經站滿 如果第一批全部都住滿他也沒有 現在的規定也還沒有做修正 市長具體的補救方案 這次案的部分 我們會後的時候拜託 三天內 跟本期辦公室 可以嗎 三天內 可以嗎 我們請社會局長再去跟議員 我想想看啦 不過這個 三天內齁 因為陳新人也在這個學習 我是說在這個法還沒有修正 還在維持抽籤跟報名的公平性 好第二個 來 時間暫停一下 教育局 兩位機長下去齁 那個有關於那個我們那個主語教師的終點費的部分齁 終點費的部分 因為我們主語教師終點費 我們主語教師在這個本土語言教學的部分 在各個學校授課 然後結果都是由各個學校在發放他的薪資 薪資費用齁 然後新北市齁現在的做法 是找一個主聘學校 或是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來去做主聘的動作 然後將他所有去教師齁 在這個各個學校 各個學校 授課教課的薪水統一八放 我們台北市為什麼做不到 我們流程再來檢討一下 因為現在 我們新的學年度要聘四個專職人員 來做一個協助 那因為過去就是散落各地啊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來檢討那個機制 好這個部分的話齁 那個那個背後也用書面的方式 好我們用書面的話 這個可以做得到嗎齁 我們來研究一下 因為現在目前是說 因為新北齁 他那個是因為他 原住民的聚落會比較明顯 台北的部分齁 會比較散落各區 對不起 原住民聚落只有一個烏來 其他台北 他們新北市比你們 比我們台北市的福遠還要再大 扣掉一個烏來區還要再大 好不好 就我們統一一個學校來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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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用來發放新 新鳳典可以嗎 這個我們來研究一下 到時候再跟一桌警議 再報告一下 看怎麼樣來操作 謝謝 來那個那個另外一個齁 有關於教育部齁 教育部之前那個 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國中中學齁 聘任專職原住民族語 教學資源工作人員齁 那個教育部有給新北市跟台北市名額 然後但是台北市沒有申請 我先請教一下齁 先請教一下 去年度齁台北市中央總共給了我們台北市幾個名額 去年去年我們我們沒有達標 因為他要他要求不能共聘 那我們後來跟他反應說能共聘 那我們下個學年度 就是九月開學我們就四個名額 對 去年他給了我們十個 新北市給了七個 然後新北市七個他覺得還不夠用 因為這個錢是中央的預算 中央的預算 然後他們七個之後他還要自己自備 再請這些資源老師齁 那今年我們台北市是四個 新北市是七個還是七個齁 但是他們會另外再自己再加碼 再加碼讓這些資源老師齁 能夠落實來使用 那我們四個的部分齁 你們會不會公告去應聘 有啊這個公開申選啊 好公開申選齁 會就好 來時間暫停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 我們看個畫面好不好 那個有關體育人才 體育人才的部分 時間暫停 這個是今天蘋果日報的頭版 大家也有看到齁 多大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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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字幕志愿者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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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